八百八十一集 可还记得灵二 一臣子连忙抱拳回礼 内心却是极为震撼 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陈锋竟然在亡灵一句波噪像 竟然隐约露出畏惧之色 王道友 不知你与这扶风子前辈 一臣子犹豫了一下 抱拳问道 他是我的仆从 王林没再多说 向一臣子略一点头 就准备离去 他却不知道 这一句话烙在陈道三子耳中 不亚于是数万天雷 同时乍响 三人几乎倒吸口气 眼中露出强烈的震撼 王兄 莫及走 这水灵星很大 若是王兄不嫌弃 可在此地修炼 一臣子毫不犹豫 立刻说道 此人拥有去魔族作祭 是净孽修士 更让那声名赫赫的扶风子为奴 另外 其身后那头大的古怪修士 也是亏孽 还有那明显是傀儡之物 井人也不弱 这种人 一定要结交 王林略一犹豫 看了一眼陈道三子 身后的水灵星 此心灵气很浓 一眼看去更是可以感受到 其上阵阵清零与秀明 一臣子看到王林犹豫 联盟抱拳道 王兄 除去我水灵星 四周方圆数十万里内 再也没有能与此心相比者 况且此心很大 我等绝不会打扰王兄修行 旁边的一星子与一龙子 二人呢 也看出了一臣子的心思 联盟在旁劝说 王林点了点头 抱拳道 如此便麻烦三位了 一臣子哈哈一笑 说道 哈哈 不麻烦 王兄能下榻在水灵星 是我等三人的荣幸才对 请 说着呀 一臣子向后退开几步 右手一眼 迎着雷吉那庞大的身子 去往水灵星 前行中啊 雷吉身子渐渐缩小 最终化作一丈大汗 跟在王林身后 与大头和塔山平行 至于福丰子 此刻 自然再不敢多言 跟在王林身后 向着水灵星而去 一路上陈道三子 与王林谈笑言行 所谈大都是一些 无关事宜 当日鬼眼城外之事啊 一臣子等人闭口不问 一行人均都是大神通修士 飞行中没过多久 便临近了水灵星 进入了钢峰层 凌冽的钢峰 呼啸吹在身上 但却无法撼动众人 在这些大神通修士面前啊 这钢峰实在是微不足道 很快的 众人踏出钢峰层 王林便在四周 众人如捧月一般 降临在了 这陌生的水灵星内 刚一出钢峰层啊 立刻便有浓郁的灵气弥漫 王林深吸口气 眼中露出赞胆 一臣子三人始终陪在旁边 看到王林的神色 一臣子暗自得意 心道 这水灵星可是附近数十万里内 最好的一颗修真星 若非是他三人失尊的原因 根本就不可能让他们三个占据 此星不错 王林笑道 一臣子哈哈一笑 说道 若是王兄喜欢 可在此地常住 老夫欢迎啊 正说着 远处几只仙鹤 从云中飞出 动作极其优美 在其中一头仙鹤身上 还坐着一个身穿蓝裙的少女 这少女相貌秀美 人还未到 便有阵阵如银铃般的笑声传来 师姐 你说发现了一处地下泉眼 到底在哪里呢 在这女子身后的仙鹤上 坐着一个身穿紫衣的女子 这女子容颜冰冷 但却有着惊人的美貌 洁白如玉般的肌肤啊 更有银润之色入有 那精致的五官 让所有看到者 都会双眼为之一宁 在这女子身上 抛去那冰冷 唯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赏心悦目 她的冰冷 唯独在面对前方少女时 才有所缓和 露出微笑 轻声道 小妹不要急 不远了 正说着 她一眼就看到了 陈道三子与王林众人 美目一色 这女子站起身子 恭敬道 弟子赵雪 见过师尊与各位师叔 陈道三子中的老二 一龙子 他微微一笑 看向王林说道 王兄 这是刘某的弟子赵雪 说完了 他又向那紫衣女子说道 赵雪 还不前来参见这位王前辈 紫衣女子美目 落在王林身上 神色恭敬 轻声道 参见前辈 一旁相和上的那少女 一早就看见了王林等人 此刻大眼睛眨了眨 娇笑道 王前辈 可还记得灵儿 其声音呢 极为娇柔 更是蕴含了一股 水灵根女子天然的妩媚 落在王林耳中 使得王林嘴角露出微笑 点头道 当然记得 我那草帽与铃铛 不就是送给你了吗 少女眼口一笑 正要说话 却不知心中想起了什么 立刻翘脸微红 目光扫向旁边的紫衣女子 紫衣女子眼中露出差异 她可是知道 自己这个师妹 这几天回来后 总是在自己身边 说着一路见闻 其中对于一个王姓前辈 更是说得最多 每次提及这王姓前辈时 这丫头都是眉飞色舞 很是高兴 尤其是那一对铃铛 更是喜欢得很 挂在手腕上 总是摆弄 几天的时间 几乎嘴边最多的 就是这个王姓前辈了 就连赵雪她自己 也不由地对着王姓前辈 好奇起来 此刻 赵雪不由地多看了王林几眼 却是没看出什么 与众不同之处 一臣子含笑 看着眼前一幕 又看了看王林 内心生起一丝其他的想法 哈哈一笑道 铃儿 你王前辈决定在此地暂居 你们莫要打扰 说完了 他便在前 引着王林向前飞去 王林向铃儿略一点头 便向前一步迈出 他身后的塔山大头等人紧跟 那扶风子扫了一眼二眼 内心暗叹 跟在了后面 铃儿伸了伸小舌头 脸上红霞未散 又与紫衣女子照雪 娇笑玩耍强 坐在仙壑上 渐渐地飞向远处 依臣子等人 为王林安排的住处 是这水灵星东部 一处极为典雅的宫殿群 这宫殿群很有古风 更具备了仙姿 远远看去坐落在群山之中 仿若仙界 此地也正是这水灵星上 灵气最为浓郁之处 陪着王林一行人 来到这里后 臣道三子 含笑告辞 相约明日前来拜访 送走陈道三子后 王林望着眼前的 庞大宫殿群 此地山巒众多 几乎每一处山巒顶部 都修有宫殿 如此一来 密密麻麻之下 这里的宫殿不下数十 极为庞博 在四周啊 随着山巒 有众多的参天大树 放眼望去一片绿意弥漫 亲人心扉 我要闭关数日 塔山护法 其余人各自选择住处 但不得离开我百里外 王林神色平静 留下一句话后 身子一晃 直奔其中一处宫殿而去 塔山踏步而出 跟在王林身后 大头犹豫了一下 与雷吉 一同选择了一处宫殿 此处距离王林 所在很近 若是王林那里召唤他 他二人 可以瞬间就到他 至于福风子 暗叹之下 选择了稍远之处 他下意识地 不愿距离王林太近 不过对于王林的 百里限制 却是记在了心里 王林一步间 便来到了 所选择的住处 略一打量 脸上露出赞胆 这大片的宫殿群 几乎每一处都不同 但看起来 却都是宏伟不凡 进入宫殿后 塔山盘膝坐在外面 一动不动 为王林护法 宫殿内 很是奢华 刁蓝玉器之物近视 地面上是一个 巨大的八卦图案 其上没有丝毫灵气 这显然不是阵法 而是装饰之物 正中间更有一个 需三人合抱的铜炉 其内燃着 手臂粗细的香枝 鸟鸟青烟 扶摇直上 在宫殿顶部散开 向四周弥漫 在旁边呢 还有一个紫玉扑团 显然是打坐之处 除此之外 四周的墙壁上 雕刻着连接在一起的 壁画浮雕 其上所刻 云烟缭绕 却是一幅 众仙营地图 缓顾四周啊 对于此地 王林很是满意 此地范围很大 适合祭炼法宝 更是颇为安静 闭关静修也可 神石散开 在四周仔细查看之后 王林盘膝 坐在那紫玉扑团上 缓缓地 闭上了双目 体内原力 流转全身 窥涅中期巅峰的修为 在这一刻 弥漫开来 王林这一坐 便是三天 期间 沉道三子来临 但却没有打扰 而是等了些许后 便告辞离去 三天后的深夜 水灵星上 月明星星 阵阵夜风吹拂 落在大地 使得树叶 哗哗作响 四周 更是一片安静 王林所在的宫殿内 他盘膝而坐 原本三天未动的身子 在这一刹那 猛地睁开双目 两道金光 从其眼中爆出 在他双目睁开的瞬间 仿若这漆黑的宫殿 都在一瞬间 如同闪电划过 变得明亮起来 三天的时间 再加上之前一路打坐 终于使得修为 真真正正地 巩固在了窥涅中期的巅峰 配合我的骨神肉身 应该可与静涅中期一战 只是这些 对于去妖灵之地掀附 还是不够 王林喃喃自语 沉默片刻后 一排楚戴 立刻从旗内 飞出一道清光 这清光一闪 立刻便使得 这宫殿一片蒙胧 清光中 有一面巴掌大小的盾牌 这盾牌通体青色 由不知名之物 祭练而成 在其内 还有阵阵云烟飘摇 看起来很是美丽 这清光小盾呢 在王林身边环绕四圈后 漂浮在了王林身前 静止不动 就连旗上的清光 好似也在这一刻永恒 望着清光内的盾牌 王林目光闪烁 他之前在扶风子拿出此物时 就从这上面 感受到了一丝古神的气息 只不过这气息不浓 好似被封印遮盖住一般 若非是王林 本身就是古神 换作外人 绝对无法发现 古神图斯一生记忆中 并未练过此宝 不过当年太古之时 古神众多 此物 相比属于另外一个古神 祭练遗留之物 王林沉吟中 开起右手 那清光小盾 立刻向前飘来 最终落在他的手心上 近距离接触此物 其上那古神气息 更为明显 王林目光闪烁 望着此盾 仔细地在上面看了许久 最终啊 目光停留在了 这小盾侧面一个印记之上 那印记啊 是一条踏云之龙 此龙通体青色 看起来就是一条青龙 此盾内散出的古神之气 就是在这个印记下被阻拦 使得古神气息 无法散出太多 始终被禁锢在盾牌内 无法外泄 王林沉吟很久 抬起右手 向着那印记 默然点去 在他手指碰到那印记的刹那 立刻一股强大的反振之力 轰然间从其上爆出 形成一股极大之力 轰的一声啊 使得王林手指被声声弹开 那清光小盾 更是一阵之下 青龙印记 剧烈地闪烁清光 在刹那间那清光之亮 达到了巅峰 竟然画出一头 青龙 八百八十二级 青光盾 这青龙啊 身子约十丈长 弥漫大半个宫殿 一身龙林 看起来极为绚丽 弯曲环绕下 更有威严笼罩 此刻 张开龙口 带着一声咆哮 向着王林一口吞来 捏触 王林双目一寒 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便有一股狂风 呼啸而来 直奔那青龙横扫 更是以迅雷般之素 一把抓住那青龙的身子 正要捏碎 但就在这一刻 那青龙双目露出浓郁清光 身子一晃之下 竟然从其体内 分出一道青气 急速而出之下 化作了一条 稍小一些的青龙纷身 直奔 王林眉心吞噬 王林冷笑 他全身最强之处 便是这眉心 若是第三幕打开 即便是骨神肉身 也有所不如 更不用说 还有那天腻了 找死 王林眉心之上 顿时便有一道缝隙 默然间打开 这缝隙内 露出刺目鸿芒 打开间那 如同一个黑洞 散发出强大的洗礼 直奔那青龙笼罩 这青龙双目露出震撼 嘀吼一声 就要倒退 但他的身子 距离王林眉心太紧 此刻退后已然不及 在王林眉心 第三幕打开的刹那 便直接被彻底地 吸入其内 唯有那阵阵龙笑的余音 还停留在这宫殿内环绕 王林手中那条青龙 此刻立即萎靡 光芒顿时暗淡 在王林一捏之下 砰的一声 化作点点清光 向四周散开 最终清光消散 在王林的右手上 出现了一个 指甲盖大小的碎片 这碎片上 雕刻着一条青龙 这青龙活灵活现 若是有凡人看到 定会为之心神震撼 拿着碎片 王林仔细看了几眼 他在这上面呢 感受到了一股 与眉心朱雀印记 有些相似的气息 四圣宗 有朱雀玄武 青龙白虎四宗 莫非这碎片 是属于青龙圣宗之物 陈吟中啊 王林把这碎片 收入楚戴 目光落在了 清光小墩上 没有了青龙印记 这盾牌内 骨神气息缭绕 但却没有明显的散出 王林皱着眉头 仔细查看之下 立刻双目一拧 在这盾牌之前呢 青龙印记出 虽说此刻没有了印记 但却有一团青色的气旋 在缓缓地旋转 之前有青龙印记 覆盖其上 使得王林不曾发现 此刻印记消失 立刻把这气旋露出 这气旋不强 但在王林的观察之下 却是隐约看出 这气旋内 有一道原力缭绕 这原力没有攻击性 而是一道神念 这神念与 古神气息交融在一起 不知为何 竟然诡异地相容 几乎不分彼此 如此一来 想要知道 这神念中的内容 除非是拥有古神气息 否则的话 一切修饰 均都无法把这神念分离 至于第三步修士 能否分离这神念 王林不知道 但他却知道 以拂疯子的修为 是做不到这一点 这恐怕也正是 这神念保留至今的原因 把神念留在这盾牌内 此事有些奇异 王林目露尘瘾 若是不把这神念驱除 古神气息无法外泄 如此的话 这盾牌的威力 根本就不能全部发挥 沉吟片刻 王林眼中闪过果断 不假思索 抬起右手食指 深吸口气 眉心古神星点 缓缓浮现 旋转之下 立刻便由古神之力弥漫 凝聚其食指 在这一刹那 王林右手食指 如闪电般迅速按去 直奔的盾牌侧面 小孔内的气旋而去 在他的手指 碰到那气旋的瞬间 王林指头上 凝聚的王祖古神之力 如同怒浪一般冲击 直接与那气旋碰撞 刹那间 气旋内 从盾牌上散发出的 古神气息 仿若颤抖一般 迅速波动起来 向着王林手指凝聚 与此同时 随着古神气息的聚变 其内与之交错的神念 顿时被分离出来 立刻 在王林的神识中 就有一个威严的声音 回荡 老父青龙圣皇 受困于羽之仙界 救我者 方青龙第一序列 把老夫消息送回 青龙圣宗者 似圣宗也可为其 做一件事情 老夫气息微弱 怕是坚持不了太久 望获得此神念者 速速来救 王林身子一阵 尚未来得及 想太多之时 那青光小盾内的 神念消散 古神气息 在这一瞬间 疯狂地爆发出来 这盾牌内的 古神气息 不知被压制了多少年 此刻爆发 立刻便形成了一股 风暴横扫 王林面色一变 一把抓住那 青光盾牌 身子一晃之下 便出了宫殿 站在了星空下 在他身子出现的刹那 盾牌内的 古神气息 彻底地宣泄而出 这气息之浓郁 即便是王林 也不由地 为之一阵 只见那 无尽的 古神气息宣泄 竟然化作了一个 庞大的古神虚影 弥漫之下 笼罩天地 这古神虚影 眉心之上 一片模糊 有星点 急速旋转缭绕 看不清 到底是几星 此刻 那原本只有 八掌大小的盾牌 更是在 阵阵清光闪烁下 漠然放大 几乎瞬间 便有了 数掌大小 看其样子 还在不断地扩张 随着扩张 阵阵磅礴之力 随之弥漫 那盾牌 更是由 之前的小巧 化作了粗光 到了最后 那盾牌 竟然达到了 百丈大小 阵阵难以想象的 威压 疯狂地降临天地 远处 陈道三子 早就察觉 急迟而来 远远地望着这里 眼中再次露出震撼 汪灵 汪灵在他们的眼中 依然变得极为不可思议 这 这是什么法宝 磁宝城盾形 想必是一件防护类型的宝物 只是这宝物 也未免太大了一些 你们看 这宝物后 幻化而出的气灵 这气灵几乎顶天立地啊 这种气灵 老夫前所未闻 这汪道友 想来也是刚刚得到此宝 眼下正在祭脸呢 陈道三子 相互轻声交谈 却是把这事实 猜出了几分 更远处 居住在这水灵星内的修士 此刻 纷纷从打坐中 被一阵心神颤抖惊醒 他们修为不够 此时啊 只能感觉着天地之间啊 被一股难以想象的 威压弥漫 丝毫不敢挪动身子 仿若只要自己一动 这天就是塌下 把自己生生碾碎 少女水灵 原本正在盘膝打坐 身前放着一对灵档 越看越是喜爱 但就在这时啊 突然便感受到了 那天地间的威压 在她感受到 这威压的瞬间呢 一道柔和的蓝光 从她胸口散出 弥漫全身 为其抵抗 蓝光下 灵儿只是略感不适 她一皱绣眉 起身走出房间 向远处看去 这一看 却是让她张大了小嘴 一眼的不可思议 只见她在目光尽头的天边 一个虚幻的巨人 半蹲着身子 仅仅如此 就已经是顶天立地 若是这巨人完全站起 怕是一跺脚 这水灵星就会崩溃 大头等人此刻 也立即闪烁而出 望着天空的一幕 立刻呆了一下 那雷吉啊 则是身子颤抖 眼中露出崇敬 望着盾牌后 幻化而出的巨大虚影 她清晰地记得 在巨魔星上 皇族禁地中 有一面图腾圣物 那圣物上所刻画的 正是如眼前般的 唐大巨人 浮风子 是第一个察觉异常者 此刻呀 她飘在半裤 神色极为复杂 望着王林身边 那巨大的盾牌 这盾牌是她当年呢 于仇家厮杀后 杀人所获 研究之下 立刻大为惊奇 隐约间知晓 此物啊 她是与四圣宗 有些关联 轻易她不会施展而出 之前也是为了逃命 生死危机下 才咬牙拿出 至于旗上的青龙印记啊 她可以破除 但以她的修为 却是看出 在那青龙印记下 还有一处气悬 那气悬 任凭她如何想办法 都始终无法破改 最终啊 唯有保持现状不变 但此刻 她却没想到 这盾牌 一到王林手中 竟然就被其打开了 气悬封印 内心复杂之下 她对于这王林呢 无形之中 更添忌惮 这王林 不简单啊 跟在她身边 倒也不算太过 辱没了我 扶风子的身份 扶风子常叹 王林目光凝重 直勾勾地盯着那 仍然还在不断 膨胀的盾牌 这盾牌此刻 已然从之前的 一百多张 增长到了 近三百张大小 近距离看去 这盾牌就仿若是 一面高枪 其做工很是粗糙 但却没有任何人 敢小看这盾牌的威力 这才是 古神的法器 盾牌后的 古神虚眼 随着盾牌 不断地膨胀 其身子 也渐渐更为庞大起来 到了最后 其大小 已然超过了 水灵星 能看到的一切 就在这一瞬间呢 盾牌 嗡的一声 停止膨胀 其后的古神 缓缓地低下头 他仅仅是头颅 便把这天空覆盖 其眉心之上 旋转的星点 渐渐地缓和下来 最终 喷的一声 彻底地停顿 在其停顿的刹那 亡灵双目 爆出金光 露出狂喜 与震惊之色 这 这是 在那虚幻的陌生 古神眉心 有八个星点 若仅仅如此 也就罢了 亡灵不会太过震惊 但在第八个星点后 竟然还有一个 这个星点 很是模糊 仿若尚未彻底凝聚 但显然 已经出具星形 只差一步 就可以成为 九星的惊天古神 汪灵倒吸口气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盾牌 竟然是一个 这样的古神之物 那虚幻的庞大古神 在眉心星点 停顿的瞬间 身子轰得一声崩溃 化作点点星光 向着星空弥漫开来 在这一刹那 整个水灵星上 仿若白昼一般 任何一个地方 都在那金光照耀下 处于明亮之中 这光亮啊 只是树西便缓缓消散 大地再次被黑暗笼罩 在亡灵的面前呢 那盾牌达到了 近千张大小 树立之下 就仿若是一道 天地壁垒 隔绝阴阳 在其上 清光朦胧 使得其四周的夜空 也随之朦胧起来 更是出现了 阵阵扭曲之下 仿若此物 就是那本不该出现在 天地之间的法器一般 王林深吸口气 身子一晃之下 直奔了盾牌而去 不远处的浮风子眼中 露出征扎 他想到过此物 若是封印全部打开后的威力 但此刻所看的 却是远远的超过了他的想象 有心去抢夺此物 但一想到眉心的印记 浮风子却是不得不放弃 他不知道自己 若是冲破了这表面的封印后 将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越是未知啊 便越是会想象众多 他之前听闻过的歹毒禁止 如此一来 却是让他越来越忌惮 883集 古神保命神通 王林临近盾牌 右手伸出 毫不犹豫地放在上 在他的右手碰到着盾牌的刹那 立刻便有磅礴的古神之力 从盾牌内冲出 融入王林身体中 带着一丝疯狂的暴虐 与毁灭一切的决心 这气息冲入王林体内横扫 但却没有给王林带来半点伤害 这气息游走数圈啊 从王林体内离开 回到了那盾牌上 就在这一瞬间 王林脑中轰的一声啊 好似有大量的信息突然涌入 好在他是古神肉身 略一次痛后便缓和下来 渐渐地吸收脑中的信息 许久 王林双目内露出名物 张口轻声道 第一 这是古神之语 其声啊 很是诡异 在出口的刹那 便有一股奇异之力 笼罩千丈大盾 此盾清光缭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缩小 最终再次化作巴掌大小 静静地飘在王林面前 王林双眼平静 他知道 若是自己不是古神肉身 刚才那暴虐之力啊 就会立刻将自己杀死 这种法宝 与古神之顶不一样 古神之顶那样 虽说也有古神气息 但这气息相比之下 可以说是缺少了灵动 单纯是气局而已 毕竟古神之顶 是图斯并不满意的法宝 制作出了后啊 就随手丢弃 甚至可以说 图斯根本就没有使用过 那大顶仪次 但是这盾牌啊 却是迥然 此盾很显然是那陌生古神 贴身之物 否则的话 也不会再打开封印的刹那 幻化出其主之相 其级别啊 即便是不如真正的灭神猫 也相差不会太多 均都是属于那种天下间 唯有古神才可使用之宝 若是非古神一族 即使获得了这种宝物 也只是发挥很少的威力 如果这宝物完全解开封印打开 他们根本就不敢让其认出 若认了 只认古神 浮风子 你施展全力 向我打出一世神通 王林站在半空 平淡地开口 不远处的浮风子 沉默片刻 双手掐绝之下 立刻便有紫光缭绕其身 漠然间在身前 化作一面石碑 这石碑 在轰隆隆的巨响 划过天际的刹那 直奔 亡灵而去 石碑之上 有无数印记闪烁 形成一股滔天之力 瞬间临近 向着亡灵狠狠地压下 亡灵所在的天空 顿时便有咔咔之声回荡 却是四周百丈内 立刻出现了大片的裂缝 但 就在那幻化而出的石碑 压向亡灵的一刹那 亡灵身体外 漂浮着的清光盾呢 光芒立刻刺目 闪烁之下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落在了那石碑前方 与其碰在一处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那石碑彻底崩溃 若仅仅如此 也就罢了 但让浮风子猛地睁大双眼 露出不敢置信的 则是石碑崩溃后 其内蕴含的天地云里 竟然呼的一下 全部被那盾牌吸收 盾牌之盲立即大弄 王灵眼中露出尘眼 右手一招 立刻这盾牌 飞到他的手心之上 仔细看了一眼 王灵脸上有了微笑 此物不是王祖法器 但却是寻常 古神之中的巅峰之物 按照之前脑中 获得的传承信息 此物 若是吸收了足够的天地之力 可以开启当年 那陌生古神 封印在内的保命神通 以王灵的定理 此刻也不由地怦然心动 能让八星古神 当作保命的神通 会有多强 王灵深吸口气 目光落在盾牌上 双目一闪 立刻这盾牌再次缩小 直接化嘴一道绿芒 融入王灵右眼瞳孔内 此刻的王灵呢 一头长发下 右眼极为诡异 透出一股无尽的蓝 让人一眼看之 便绝不会忘记 此刻 在距离水灵星很远之处 天运星外 一道长虹呼啸临近 那长虹那样 正是司徒男 在他四周啊 弥漫了磅礴的天地原理 一头黑发飘动下 露出那粗犷 却带着邪气的容颜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 仿若魔神 他并非一人 在其身边还有一个女子 这女子相貌秀丽 更是带着一股 妩媚风骚之感 身穿纱裙 飞行肩膀 纱裙贴在身上 露出凹凸有致的 尿慢曲线 这该死的天运星 怎么这么难找 老在这里绕了好几圈了 幸亏遇到了仙子妹妹 否则的话 还真找不到 也不知这司徒男 说的是真话假话 总之 却让身边那风骚的女子 眼口娇嚣起来 司徒前辈来这天运星 不知所为何事呢 这女子双目戴妹 娇声道 嘿嘿嘿 老子来这里 是为了一个兄弟 多年不见 不知当年故人 现在修为几何 司徒男说这样 神色露出一丝追 内心暗叹 哎呀 与亡灵一别数百年 真不知这小子 现在如何了 哦 前辈这位兄弟 不知叫什么名字 或许晚辈还认识 也说不定呢 那风骚妩媚的女子 美目流畔 笑道 我那兄弟 不好美色 估计你是不大可能认识 司徒男嘿嘿笑道 说着 他大手悄然无息地 放在了妩媚女子的 门腰之上 用力地捏了一把 那女子不一起了 正要反抗 却被司徒男用力 一拉 直接抱在怀里 长笑忠身子向前一晃 直奔前方天运行而去 小娘子 莫要着急嘛 这一路上 老子把你喂饱多少次了 你说红粉宫那姐妹众多 咱们先去你那里看看 到底有没有你说的 那么绝艳呢 那女子眼口一笑 目光妩媚 娇声道 天会让司徒前辈满意 到时候可别忘记我们红粉宫的姐妹 司徒男听门 听闻此话 内心很是痒痒 不由地想到了凤鸾星上的那几个角色 按道 若是有一天可以称霸凤鸾星 与亡灵一起兄弟俩 左拥右抱 那定是人生一大乐事 可惜这小林子是块木头 枉费我当初数百年的教导 司徒男这里逍遥快活不说 此刻在距离天运星很远的水灵星内 亡灵右目闪烁蓝芒 大袖一甩 便直接回到了居住的宫殿内 再次闭关起来 四周旁人相继散去 水灵星再次恢复了夜幕的宁静 这一夜 注定会有太多的人无眠 甚至连打坐都会无法定心 陈道三子如是 扶风子如是 还有那名为灵儿的少女 同样如是 他怎么也回不去 脑中那仅仅是半吨 便已然顶天立地的深夜 无法定心打坐 唯有躺在床上辗转反彻 总是无法静下心来 为什么我看到那巨大的身影 会有一种梦入轮回的感觉 好似在那一刻 心中起了从未有过的崇敬 灵儿很是想不明白 一直到天色快要亮时 才迷迷糊糊糊地睡了下去 睡得时间不长 但在梦中 却好似经历了一生 在梦中 他好似换了一个人 穿着陌生的衣服 在一处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天空一片蔚蓝 如同绸缎 美得让人炫目 而他 则是站在一处高耸入云的祭坛上 在祭坛下 站满了一个个穿着奇异衣衫的男男女女 这些人此刻全部都是跪在地上 发出奇异的咒语之音 弥漫天地 他伸开双臂 神色一片崇敬 望着天空好似在呼唤 再与这天地沟通 许久 天空凸起风云 骤然变化起来 云层漠然而现 滚滚而来 把蔚蓝的天空全部遮盖 祭坛下的所有人 咒语之声更浓 一个个神色 全部露出激动与极端的恭敬 而他 则是单膝跪在地上 双手宝瓶状 放在胸口 头颅抬起 露出修长洁白的颈部 做出一个古怪的动作后 好似有一个声音 从他口中传出 就在这一瞬间 突然 天空的云层 剧烈地翻滚起来 渐渐地 却是有两道强光 从云层之上透出 直接穿过云层 落在了大地 云层被一股奇异之力弥漫 渐渐向四周散开 但在那云层后 在这一瞬间 却是露出了一幕庞大的身影 那是一个古神 其庞大的身子 紧紧露出腰部以上 就已然占据了天与地 在这古神的眉心 八个星点 急速地旋转 在这古神出现的刹那 积坛下的所有人 立刻欢呼起来 神色露出狂热 梦到这里突然结束了 灵儿睁开双眼 睁睁地望着床顶 这个梦并非第一次出现 而是从她有意识后 时常回到 这是她心中一个秘密 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下意识地 不愿意把这个梦告诉任何人 时至今日啊 就连她最好的姐妹赵雪 都不知晓 就连她的祖辈 一臣子 也不知道此事 原本灵儿一直觉得 这只是自己一个奇怪的幻想罢了 虽说同样的一幕 在梦中看到了很多很多次 但全部都是隔着一层纱 看不真切 第一次看的真切 是当日遇到了那位王姓前辈后的夜里 尽管外面发生了惊天巨变 但她却是在梦中从未苏醒 那一日的梦里 她真切地看到了这一切 甚至就连她自己都有些奇怪 为何初一见到那王姓前辈 便不由自主地心中有了一丝亲切 让她很是奇怪 尽管如此 但她还是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从心里 她始终认为那梦 只是虚幻的想象罢了 但这一切 在此刻 却是今夜轰然碎裂 她看到了 那天空上磅礴的身影 这身影 虽说与梦境中的那个巨人 不是同一个 但那眉心的心点 那种传入她灵魂深处的感觉 却是一模一样 她从未想到过 自己梦境中的巨人 竟然真的存在 这一切让她的心彻底地乱了 清晨 灵儿的房间 传了一阵轻微的敲门声 许久房内没有声息 站在房外的赵雪轻一一声 并未散开神石 而是把门推开 房间内空无一人 刚刚两天 这丫头去哪了 赵雪秀眉一皱 转身摇着妙满身姿离开 这一夜 亡灵盘膝坐在宫殿内 幽目蓝芒闪烁 渐渐地平静下来 使得外人看不出一样 想要开启古神保命神通 需要太多的天地原理 仅仅依靠斗法中吸收 还是不够 陈吟中啊 亡灵内心有了打算 他吐纳片刻后 一拍楚带 立刻一道金光闪烁而出 落在了他的手心 金光渐渐消散 露出其内一个极为绚丽的皇冠 这皇冠之内啊 应有一丝红颜 透出罕见的奥影 在那红颜外 还有一缕金丝缭绕 若是仔细看了 可以发现 那金丝竟然是一条 缩小了无数背后的一条 金龙之魂 这金丝缭绕红颜 仿若对其极为惧怕 完全是随着红颜而动 亡灵蒸蒸地望着皇冠 眼中瞳孔内 也渐渐出现了昔日 那一缕烟红之影 红蝶 八百八十四级 宝瓶 红蝶当年临死之时啊 曾让王林去一趟他的家乡 在那里 王林找到了一只蓝色的玫瑰 那玫瑰透出的奥 与红蝶一模一样 而后当王林获得这皇冠时 二者融合 当时的王林并不知晓 这皇冠的作用 只是隐约感觉 好似在其内 有了一丝不同 但却说不出 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同 一直到当初在虚无 那金龙咆哮中 施展其最强大的神通之术 竟然幻化出一个皇冠 在看到那皇冠的刹那 王林脑中豁然开朗 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了真正的皇冠 接下来的那一幕 时至今日 王林也还是无法遗忘 那皇冠闪烁的光芒中 那红色的身影 与红蝶是那么的相似 甚至就连那孤傲的气息 也是一模一样 红蝶 是你吗 王林轻声道 对于红蝶这个女人呢 她可以说 是王林这一生 第一个敬佩之人 更是难以忘记 这当年那雪玉国天之娇女 能让朱雀破例收徒 更是为其提升雪玉国级别 从而引起了一场 甚至把如大牛夫妇那样的凡人 都牵连在内的两国大战 王林话语落下的瞬间 那皇冠内的红影一颤 但却没有回应 而是渐渐地消散 仿若避而不见 王林暗叹 仔细看了皇冠一眼 收起 放入楚戴后 她目光一闪 露出凝重之色 把接下来的此物 若是能祭练操控成功 四取妖灵之地的把握 又会多了一些 王林深吸口气 一拍楚戴 立刻一股阴气弥漫 只见一具散发荧光的女子尸体 缓缓地出现在了王林面前 当日 罗天与联盟大战 联盟方面呢 拿出了海域界的炼尸 这女子便是那三个顶级炼尸之一 在其受伤后 被王林抢到手中 这女子身穿银衫 把身体包裹得凹凸有致 若非是尸体 定然也是一个千交百媚的游物 只是如今呢 这女子面如死灰 苍白的可怕 阵阵阴气从其身上散出 转眼间就把房间弥漫 在这女子的身上 还有两根铁链 一根锁住其琵琶 一根锁住其棚琶 这铁链呢 通体紫黑 更有丝丝恶臭传出 若是有凡人闻之 立刻就会暴毙而亡 即便是修士 如果修为不高 闻之也会立即中毒 轻则重伤 稍微多吸几口 同样也会毕灭 若能操控这具炼尸 便有多了一个 敬业初期的助力 王林目光闪烁 他当年冒险抢到此物 眼下却是到了收获之时 正观察中 王林忽然神色一动 右手在身前一挥 立刻便把这炼尸收起 大袖甩动间 宫殿内的阴气 与那毒素瞬间消散 不多时 宫殿外传了一个 略带犹豫的娇柔声音 王 王前辈 我是灵儿 此刻 外面天色蒙蒙亮 但还有夜风吹风 水灵星的黎明啊 风狠了 吹在灵儿的身上 尽管以她的修为 不会感觉太深 可却不知为何 仍然觉得有些冷 他窃窃地望着前面 不远处 潘膝坐在地上的一个大汉 他记得 几天前看到过这大汉 跟在王林身后 此刻被这大汉 冰冷的目光盯住 让她很是害怕 她抿着下唇 低声道 我 我想见王前辈 你 你可以让我进去吗 塔山一语不发 只是冰冷地 望着眼前这个少女 若是这少女 再向前走出一步 她就会出手 宫殿门哪 从内打开 王林脸上带着微笑 望着胆怯地 站在那里的灵儿 笑道 你这么早 来到我这里 有什么事情吗 看到王林出来 灵儿松了口气 拍了拍胸口 忙说道 前辈 天就会亮了 水灵星的日出 很美的 灵儿想问问前辈 愿不愿意 去看一看呢 她说着 小脸就红了起来 尽管王林是前辈 但在她看来 其样子 比自己长不了多少 如此明显的约情 让她不由地 心跳加速 有些羞涩 王林听闻此话呀 脸上笑容收起 眉头一皱 灵儿一直观察 王林的表情 此刻看到 王林皱眉 却是心神 立刻跌入低谷 咬着下唇 站在那里 竟然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 灵儿姑娘 老夫还要修行 你若独自一人害怕 我让塔山 与你同去好了 王林说着 目光落在塔山身上 平淡地吩咐道 塔山 你随灵儿姑娘去一趟 一路保护其安全 说完了 王林不再去看那灵儿 转身 就向宫殿内走去 她内心苦笑 那灵儿话里的意思 她如何听不明白 只是 她修到一千多年 说声老怪 虽说有些夸张 但以她的修为 却也符合 况且她实际的年纪 也的确是一千多岁 远远超过了 那个名为灵儿的丫头 之所以对着灵儿 有些和善 除了因为其水灵根外 更多的是一种长辈 对于晚辈的提携 别无他意 灵儿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想与前辈一起 看一看日出 莫非连这么小的要求 前辈也不答应吗 灵儿眼睛那样 有了惊艳 她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怎么了 之前在房间里苏醒后 立刻就有一种 想要找到王林 想要找出梦中一幕的答案 她有一种感觉 这一切在王林身上 会有结果 王林背对着灵儿 脚步未停 走入宫殿后 袖子一甩 宫殿之门缓缓合上 前辈 灵儿想知道 夜里天空上 那虚幻而出的巨人 她 她是什么 灵儿焦急中啊 就要上前 塔山目光一闪 直接迈出一步 立刻就有一道波纹散开 落在灵儿身上 把她的身子 硬生生地推开树杖 灵儿修为本就不高 此刻连连后退中啊 面色立刻苍白起来 体内灵力不稳 再加上心中 对于想要知道的事情 极为焦急 又因这一夜 心绪不宁 顿时啊 便使得体内灵力乱窜 一口鲜血涌上 直接吐了出来 王林一声长叹 皱着眉头 身子一晃之下 便从宫殿内消失 出现时 站在了灵儿的身边 右手在其背上轻轻一拍 顿时一股原力 涌入灵儿体内 只是轻微一转 便把灵儿体内的灵力 调整过来 轻伤顿消 你这丫头 走吧 老夫就陪你去看这日出 王林很是无奈 他对这少女 有些好感 这是事实 但却不足以影响其心神 之所以答应 主要还是看出这灵儿 似乎真有些疑问 想要问询自己 前辈 你答应灵儿了 灵儿虽说面色 还是有些苍白 但却立刻露出惊喜 大眼睛忽闪忽闪 有了娇憨之笑 至此一次 王林内心暗叹了 他这一生 只是在李牧晚 暮年之时 与其一同看过日出日落 那段日子 成为了王林心中的永恒 除此之外 再没有与其他人 一同看过 若真说有 当日在炼魂宗 闭关山洞口 与柳梅隔着不远 也算是同时目睹了日落 灵儿脸上露出明媚之笑 点了点头 高兴地把手腕铃声一晃 随着清脆灵音响起 远处天空 迅速飞来一个白点 却是一只仙鹤飞舞而来 在灵儿上空盘旋 发出声声鹤鸣 灵儿身子一跃 便落在了仙鹤身上 至于王林呢 怎么可能与这样一个 后辈小女孩 一同坐在仙鹤身上 索性虚空一晃 便踏在了半空 灵儿娇笑中啊 一拍仙鹤的头 说道 前辈 连灵儿来 说着呀 那仙鹤身子 在天空画出优美的弧线 直奔前方而去 亡灵苦笑中啊 跟在后面 渐渐地消失在了天边 一路上灵儿很是开心 笑声不断 更是随着仙鹤飞舞 这丫头手腕上的灵挡 不断发出清脆之声 与其娇笑融合 形成一道仿若天籁般的曲乐 传入 亡灵儿中 倒也很是舒服 望着在仙鹤背上的灵儿 亡灵暗叹 他能看出 这灵儿啊 是真的很开心 而他这一生啊 除了童年之外 很少有如这少女一般 开心的一个 时间不长 那仙鹤便飞至一处绝风 此风极高 直冲云霄 更有团团白云缭绕 远远看去 借着一丝 从东方升起的红霞 这山风 透出一股壮观的美 绝顶之风 在那云雾中若隐若现 更有茂密的绿意 弥漫山石之上 连接成片 这乍一看 很是有种自然之感 在这山风之后啊 可隐约看见一片 略有起伏的黑暗 那里 是这水灵星上 无尽的海洋 鲜鹤一声嘹亮的斯鸣 翅膀轻轻一扇 立刻顺着山风 穿过大片云层 直奔山顶飞去 不多时啊 就来到了此风之顶 徐徐落下 灵儿身子一跃而起 如同一只轻盈的蝴蝶 在阵阵铃声回荡中 偏偏地站在了风顶一处青石上 前辈快来啊 此刻 山风吹来 把灵儿的绣发吹起 在她回头间呢 从翘脸之上浮过 遮盖了小部分容颜 如此一来 居然在她身上展露出了惊人之美 青丝浮动下 那让人怦然心动的容颜 一丝不辣地映入汪林的双眼 尤其是灵儿身上那来自水灵根 女子的内妹 更是在这一刻 仿若被这扶去的山峰 打开了封尘 不经意间 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 若仅仅如此 也就罢了 恰逢东方出阳 从阵阵略有暗色的海面中 缓缓地升起 万丈菊黄之光 在刹那间弥漫天地 如同一把把光芒之剑 向着四周横扫 天地间的一切黑暗 随之远远避开 渐渐消散 就在灵儿那绝美的容颜后方 出阳抬头 以那柔和的光芒为景 升起的出阳围衬下 灵儿那巧笑嫣然 青丝浮动的脸颊的一幕 永恒地定格在了 王林的眼中 王林眼中露出赞胆 身子从虚空迈出 站在立棚的山石上 默默地望着远处的出阳 心神极为难得地处于一种很奇异的状态 宁静 灵儿没有说话 而是抬起玉手 把青丝挽在耳后 与王林一同望着那渐渐升高的出阳 脸上露出微笑 在学姐姐没有来到此行之前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时常在这里看日出日落 一直到那出阳彻底的升空而起 灵儿才悠悠一叹 轻声道 很美 王林缓缓开口 她望着远处的出阳 刚才的一刻 她无意中沉浸在了 那很是奇异的境界当中 虽说短暂 但给她的记忆确实难忘 在那种奇异的境界中 她隐约间好似看到了一些什么 但仔细去想 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这种感觉很奇怪 对于王林来说 上是第一次遇到 885集 使境 远处传来阵阵海的声音 落在四周 与此刻的宁静完美地结合 不分彼此 听在耳中啊 也是没有半点不适 前辈 夜里 星空中那巨人的虚影 灵儿想知道那是什么 许久 灵儿轻声问道 王林望着远处天空 那已经升起的出阳 沉默了片刻 缓缓地说道 是我法宝的一个气灵儿 灵儿咬着下唇 看向王林 摇头道 前辈莫要糊弄灵儿了 我知道 那不是气灵 那应该是一个 现在已经灭绝 而很久很久之前 这星空下最强大的存在 王林目光 微不可查的一名 平静地说道 可以见得 灵儿低头沉默许久 银牙一咬 仿若下定了决心 抬头中美目 露出坚定之色 更有一丝奇异的神采 蕴含在内 望着王林轻声道 晚辈从儿时至今 始终有一个梦境弥漫心神 常常迷失在旗内 无法自拔 在那梦境中 我曾经看到过你 那昨夜出现在天空中的巨人 虽说不是同一个人 但他们的眉心都有星点 这番话 灵儿从未对任何人说过 她下意识里 不愿意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但现在面对王林 却是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把这自己一生最大的秘密 说了出来 王林神色如常 但内心却是轰然一阵 盯着灵儿 渐渐皱起了眉头 对于眼前这少女所说的这些 她并不完全相信 她传承了图丝记忆 在那记忆中啊 没有半点与凡人有关之事 更绝无任何一种说法 可以解释这少女所说的一切 梦中可以梦见古神 此事太过荒诞 王林不再去看灵儿 而是目光 继续望着远处天空 许久之后 平淡地开口道 日出已过啊 问题一回 你可以离去了 老夫在这里 还有些感悟要领 不惜有人打扰 灵儿的面色瞬间苍白 她退后几步 蒸蒸地望着王林 她知道 对方显然对于自己所说之话 并不相信 沉默片刻 灵儿眼中露出坚定 她本就不是一个 如外表看起来柔弱的女子 一旦做出决定了 就轻易不会退步 毫不犹豫 灵儿整个人半跪在地上 双手放在胸前 呈宝瓶状高举 抬起头露出修长的颈部 做出那个在梦中看过千百次 永恒定格的动作 王林双目 默然间一宁 脑中好似轰的一下 在王林的眉心处 此刻 周然间五个星点迅速出现 这上是不多的几次 古神星点自动显露 急速地旋转起来 王林神色微变 脑中一阵轰眉 仿若有一股奇异之力 在体内苏醒 冲击之下 把当年获得的 古神图丝的记忆 迅速在脑海内闪烁而过 灵儿眼不眨一下 望着王林 在王林眉心 古神星点出现的刹那 这整个人双目 默然间露出迷茫 这迷茫如同云烟缭绕 在他双眼内迅速而过 瞬息间 灵儿只感觉身子一颤 仿若有一道隐藏在灵魂之中的记忆 轰然间打开 他眼前恍惚 那只有在梦中出现的场景 再一次出现 他还是半跪在祭坛上 在下方 还是有那无数的男男女女 口中传出奇异的咒语 祭坛上的他 同样保持着宝瓶般的动作 望着天空 口中传出一个古怪的轻音 上 天空 云烟滚滚 如同大海怒浪般 发出阵阵呼啸之声 向着四周疯狂地推开 露出其后那蔚蓝的天空 以及一个庞大的身影 这身影的眉心 只有五个星点 但却有一股有别于其他古神的强大气息 更是有一股独属于王族的奇异之力 弥漫在天地之间 一股冷漠至极 仿若天地间一切变故都无法让其动容半点的容颜 露出冰冷的目光 落在了灵儿的双眼内 这古神的样子呀 正是王灵 太古之名 月族神奴木灵 祈求古神降临 伺我神族力 征战塔族 在那梦幻之中 灵儿神色中又狂热的崇敬 在王灵出现的刹那 立刻恭敬的轻声低音 与此同时啊 在那祭坛下方 无数男男女女 一个个双目露出同样的狂热 咒语之声更浓 形成一股阴之风暴 在这天地间横走 在这些人的眉心之上 明月印记 缓缓地透出 越来越亮 太古之名月族 为古神准备了足够的天地之力 请古神接受 在那梦幻之中啊 灵儿神色中又狂热的崇敬 在王灵出现的刹那 立刻恭敬的轻声低音 与此同时啊 在那祭坛下方 无数男男女女 一个个双目露出同样的狂热 咒语之声更浓 形成一股阴之风暴 在这天地间横走 在这些人的眉心之上 明月印记 缓缓地透出 越来越亮 在那虚幻之中的灵儿 双手宝平 缓缓抬高 就在这一刹那 祭坛下的所有越族之民 口中咒语之声 达到了巅峰 只见他们一个个 眉心上的明月印记内 漠然间凝聚了无法想象的天地之力 这些天地之力 在凝聚而出的一刻 立刻冲出 直奔祭坛而去 一道道天地之力 如同一条条游龙呼啸 瞬间来到祭坛 向着灵儿双手宝平凝聚 随着越来越多的天地之力 全部融入灵儿双手之中 渐渐地 那宝平竟然如同化作了石质 在灵儿单膝跪地 抬至头上的一刻 那宝平化作的一个 拳头大小的气旋 缓缓地飘升而起 向着亡灵样子的鼓声而去 这气旋初始速度不快 但飘升了树溪后 立刻速度暴增 好似有一股强大的吸力 在吸着 直奔古神的眉心 轰得一下 融入眉心之内 消失不见 天空中 那如亡灵样子般的古神 抬起右手 向下一指 立刻一股磅礴的古神之力 疯狂地弥漫开来 融入祭坛之上 灵儿的身体内 再经过他身体的奇异转化 分成数千份 从体内散出 顺着祭坛落下 钻入地面上每一个人身体内 灵儿在这一瞬间 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身子一歪 倒在了地上 昏迷过去 虚幻之象消失 天还是水灵星的天 山峰依旧是那云雾缭绕 时而可听见 海浪拍击之音的 绝风之底 一切都没有任何变化 唯独变化的 就是此刻的灵儿 如那幻境内一样 倒在了地上 昏迷过去 王林站在不远处 眼中有了迷茫 神奴 王林望着远处的天空 沉默了 实际上在之前那 灵儿做出那宝瓶的动作时 王林就明显地感觉到 融合了图丝的记忆中 有一处原本不存在的记忆 漠然间仿若是解开了 永久的尘封 展露在了王林脑中 在太古时期 古神需求天地之力 除了毁星吸取外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从当时的 太古之民手中获得 于是 便有了神奴的存在 这世间有轮回 每一位神奴都是古神 亲自施法烙印 随着古神的强弱不同 神奴获得的力量也不一 只是 在这灵儿身上的烙印 未免也太强了一些 经过这无数万年 一遍又一遍轮回 到了现在 他的灵魂中 竟然还有烙印存在 若非如此 他断然不会想起 那不知多少轮回前的一幕幕 王林摸了摸眉心 刚才的幻境 并非只有灵儿看到 王林也同样感受到 尤其是当那乐族 所有人寄陷了天地之力 凝聚而出的气旋 沉入古神眉心时 王林立刻就感觉到 眉心一热 好似有一股力量 融入体内 只是这力量很弱 只有一道 但却极为坚韧 融入体内后便散开 弥漫全身 成为了古神之力的一部分 昏迷中的灵儿 眉心之上 此刻默然间 多出了一个印记 这印记闪烁不断 忽明忽暗 隐约间与王林的心跳 有一种奇异的连接 甚至可以说 王林的心脏每跳动一下 这印记就会随之闪烁 如果有一天 王林的心脏不再跳动 这印记也会随之崩溃 带去的将是灵儿的生命 以及一切 灵魂若是崩溃 则抹去了一切痕迹 再无轮回可言 古神若死 则神奴必亡 这灵儿能轮回无数 这只有一个解释 王林沉默中啊 双眼闪过金光 当年的施法的古神 并未死亡 而如今 我巧合之下 融入其内 使得这神奴之主替换 以我的印记 取代了之前的印记 能做到这一点 也只有一个解释 当初那个古神 此刻虽说没死 但已然游进灯窟 不如我了 王林暗叹 他此刻也知道了 为何自己第一次 看见这个灵儿 就有了些罕见的好感 原本他以为是啊 这女子身上水灵根 让自己勾起了一丝 回忆感慨的缘故 但现在 王林确实明白了 并非如此 而是在这女子的灵魂中 有那么一丝 无数轮回前 神奴的印记 我脑中 古神图丝的记忆 我原本以为 明误了全部 现在看来 还是有很多 仿若被封印 无法打开 这或许与当年 朱雀星 古神之地一行 我获得的图丝记忆 并不完整 还有一个 记忆结晶 没有得到有关 若是能得到 那个记忆结晶 想必我的一支传承 才会真真正正 大圆满 王林沉默中 看了一眼昏迷过去的灵魂 收回目光 潘息坐在山石之上 望着前方的天空 整个人沉浸在了 打坐土纳之中 时间匆匆而过 不知不觉 到了夕阳下落之时 望着那夕阳 渐渐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整个大地 整个大地又一次笼罩在了黑暗中 王林又慢慢地感受到了那尘实的奇异境界 缓缓地沉浸在内 在这种境界中 他的身心一片安宁 仿若把一切烦恼琐事全部抛去 剩下的唯有那日出日落 在脑中交错 久久不散 总是有那么一丝 在身前缭绕的脉络回荡 可却让王林摸索不到 他甚至都有些不清楚 自己此刻的状态到底是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正在摸索的又是什么 但一千多年的修道 让他的灵觉极为强大 他隐约有种感觉 自己此刻的这种状态 应该是一种很罕见的机缘 若是能把握住 能摸索到 对自己有莫大的好处 此刻的王林并不知道 他的这种状态 实际上就是修真界内 自古以来始终流传的 极 道 始 三大境界中的始境边缘 八百八十六级 自创神通之残业 始境不如极境霸道 不如道境神秘 但始境之悬傲 却是在修真界自古以来可排在第一 没有人知晓这始境如何而来 又是如何而明误 纵观修真界历史 即便是从远古时期进入始境者 也是极为有限 虽说没有如极境那么夸张 但却也绝对不多 但诡异的是 凡是进入始境者 就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是如何进入的 而且在那种始境内的时间极其短暂 片刻即消 识人传闻 即 道 始 三境 是灵力的一种变化 一旦进入将会永久停留在内 这一说法的支持众多 但实际上除了有记录可查的极境外 对于道与始两大境界 知晓者大都语焉不详 就连他们自己也都处于迷茫之中 只是知晓三大境界 似乎都是分为灵与神两种变化 比如极境 在亡灵身上最初的表现就是灵力 而后出现了变化 这才转化为了神识 同样的 无数年来研究三大境界的修饰 也大都认为 道与始两境 也一样分为灵与神 灵之极 神之极 灵之道 神之道 灵之始和神之始 相比之下 似乎灵境更好融入一些 至于神境 则是太过虚无缥缈 无法琢磨 至于从远古以来那些踏入始境者 其中几乎全部都是短暂地达到了灵之时 体内的灵力在那短短的一瞬间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是这时间太短 获得的好处也就无法太多 这一现象在上古时期 一位名叫刘文的炼器士身上 有了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变化 这刘文啊 本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上古炼器士 虽说天资聪颖 但在上古时期啊 却是依旧并非出众 只是在他的身上却是开创了修真界 有记录以来第一次神之史的先河 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明误了神之史 又是在这神之史内滞留了多久 是短暂还是永恒 只是知晓 这原本默默无名之人 竟然在闭关了数年后 一跃成为了修真界内极其罕见的强者 尤其可怕的是 此人的神通根本就是所有人前所未闻 从未见过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但这刘文手中的神通之术 偏偏威力之大 几乎无法想象 更是蕴含了天地之道 在当时的上古时期 可谓是掀起了一场风暴 太多的人想要知晓 这里面的隐秘 腥风血雨就此展开 但任凭炼器事中有多少人出手 哪怕是一些修为高深 不问世事的老怪出面 竟然也摸不到刘文半点线索 仿若这刘文可以预知一切危机 把全部危险均都算出 避开一半 而后此人许是明误了以己之力 无法与众抵抗 神秘失踪 成为了上古修真界 一段离奇的传说 一直到很久之后 才有人机缘巧合之下名误 这刘文啊 定然是踏入了三大境界之一 并非极境 而是道境与始境中的一个 至于具体 结合前后之音 最终放在了始境之上 又想到此人施展的那些 前所未闻的神通 于是始境内生生不息 可自创天地之术的说法 慢慢地传开 流传至今的 便是那一幕幕 无法知晓 真假的传闻 即境为死 始境为生 这一切 王林并不知晓 此刻的他呀 沉浸在那奇异的状态之中 但却始终摸索不到脉络 无法彻底地融入其内 只是在外环绕 眼前总是有那么一丝脉络 但每当王林要去抓住 却发现了 什么都没有 这种感觉 对于王林来说 几乎从未有过 望着天边的夕阳 最终被黑暗吞噬 大地漆黑一片 唯有那海面上起伏的波浪之声 隐隐穿入耳中 王林没有交集 他的性格中充满了坚毅 少年时期就可凭着瘦弱的身子 爬上横跃山街 若是没有这种坚毅存在 也就不会有此刻的王林 他平静地望着天空 既然无法去抓着这脉络 那索性啊 便等待 等待这一次次的日出日落 等待的脉络越来越清醒 等待可以被抓住的一刹那 灵儿在深夜苏醒 随着睫毛的青颤 他慢慢地睁开双眼 入目所望 是那繁星点点的夜空 默默地坐起身子 他看了一眼不远处 潘膝中的王林 在这个方向看去 借着月色 可以看到王林 那如刀削一般的侧面 苏醒之后啊 在他的脑中 好似有一处封印被打开 弥漫之下 让他想起了很多模糊的记忆 只是这记忆太久太久 以至于灵儿一时之间 望着王林 整个人发起呆来 他的目光没有焦点 实际上也并非是看向王林 即便是王林不在那里 此刻他也会这般 在灵儿的脑中啊 那一幕幕久远的记忆流动 最终在天蒙蒙亮时 脑中定格在了昏迷前的一幕上 摸了摸眉心 灵儿眼中露出灵动 让他迷惑了许多年的梦境 此刻有了答案 他沉默许久 轻轻地站起身子 向着王林恭敬道 神奴木铃 参见古神 王林略一点头 平淡地说道 你回去吧 莫要再来打扰 王林的话语 对于灵儿来说 就是最高的意志 此刻低头轻声称逝 手中灵等一晃 立刻远处便有仙鹤飞来 随着灵儿起身一跃 落在仙鹤碑上 他回头仔细地看了王林一眼 在双目深处 引有一丝恍惚 忧叹一声随鹤而去 王林没有理会灵儿 目光一直望着远处海面 不多时啊 一道霞光自天边缓缓出现 渐渐地弥漫了天地 那种奇异的感觉 又一次强烈起来 这时一直到出阳再次升起 王林依然还是没有名义 时间缓缓地流逝 岁月一天天地过去 王林已经忘记了自己在这里坐了多久 坐了几天 甚至在这期间呢 陈道三子以及大头 福丰子等人来过 他都没有察觉 此刻的他 双目一直望着远处 在他的眼内啊 依然血丝弥漫 只是这些他都不在意 仿若在天地间的一切 在他眼中都消失 唯一剩下的就是那日出的一幕 距离王林所在山峰十里外 陈道三子飘在半空 遥遥望去 可见那山峰之上 盘膝而坐 一动不动的身影 唉 已经一个月了 一龙子很是不紧 皱着眉头又道 他到底在感悟什么呢 旁边的一星子 摇头缓缓说道 能让静涅修士 需要这么长时间来感悟的 一定是一个极为强大的神通 一臣子沉默许久 摇头道 我看不像 不知你们发现没有 在这四周 根本就没有半点原理的波动 甚至连神念都不存在 可为何我们却无法入内呢 这里面有我们不明白的玄机 而且我总有种感觉 此人好似在悟道一般 啊 悟道 一龙子目光大亮 仔细看了很久 点头道 嗯 很有可能 此地 虽说没有原理波动 但只要踏入这十里范围内 不出三步 就会被一股磅礴之力逼退 一星子沉声道 说起这阻止入内的磅礴之力 我倒是有些发现 这种力量就仿佛是天地之间自己生成的 我数日前尝试走入其中 竟然有一种面对大海咆哮而来的感觉 一龙子招眉道 尽管其变吧 若他真是在悟道 对我三人来说 也是难得一见的经历 观看之后 或许对我三人也有帮助呢 一臣子平静地说道 索性 潘息坐在了虚空 望向前方 山峰之上的汪陵 在三人远处啊 浮风子目光 微不可查的一扇 盯着前方山峰 按道 他不像是在悟道 不过 不管他到底在做什么 眼下对我来说 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只是 只是这印记被我破掉后 到底会出现什么变故呢 浮风子的内心呢 恨是挣扎 大头 塔山 与雷吉三人呢 也已然来到了这里 毕竟王林在这里打坐 已经近一个月 他三人呢 不由得有些顾虑 随着一次次的日出日落 时间再一次流逝 又过去了一个月 王林的双目内 已经全部都是血丝 此刻的他浑然忘记了一切 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海面 在那一次次的日出日落中啊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一丝脉络越来越清晰起来 这一日啊 是两个月后的第九天 天空上阴云密布 阵阵雷声 闷闷地咆哮 不多时 逗大的雨滴便随着黎明破晓的一刹那 从天而降 落在大地 远处的海面上 随着雨水的落下 顿起波澜 阵阵海浪呼啸 欲要与天一争 雨水中 出阳 好像被蒙上了一层沙 朦朦胧胧 看得不是很真切 只是看到那霞光 刚一从天地之间出现 便立刻被阴云吞噬 消失不见 雨幕中的出阳啊 似乎很是艰难地 从那天空中缓缓地露出 就在这一刹那 王林双目猛地一宁 他有种极为强烈的感觉 两个多月的等待 到了最为关键的一瞬间 此时的他呀 全部心神疯狂地凝聚 盯着前方的出阳 整个人仿若要与那出阳融为一体 雷声咆哮 大雨倾盆 但却阻止不了王林的目光 阻止不了他全部心神的沉浸 更阻止不了 那出阳最终的升空 在那出阳好似艰难地 从天地间升起了大半 还有小半 余留在海面上的刹那 王林整个人脑中轰的一下 他惊喜地感觉到 自己身体外那一丝丝脉络 以及从未有过的速度 迅速凝聚 缭绕自己全身 最终一顿之下 全部融入自己的身体内 在这一瞬间呢 王林身子剧烈的遗产 好似灵魂出窍 他看到了那大海上出阳挣扎的缓缓升起 就如同这大海是一位母亲 而那出阳则是婴儿 在这黎明破晓的瞬间 母亲分灭 把出阳诞生 在这出阳诞生的一刹那 有一股无法想象的力量冲击而出 这力量就是那万丈阳光 那天地间的黑夜 横扫中被生生地撕裂 这股力量之强 足以把乾坤逆转 足以撼动天道 足以使得黑夜在他面前崩溃 变得一片残破不堪厚 化作碎片道具 使得这天地被明亮取代 海日生残夜 就是这股力量 王林双目爆出金光 身心彻底融入一种玄妙的状态 眼前所看到 全部定格在了那日出的一瞬 撕碎黑夜之力 八百八十七集 残夜之力 现在 浮风子双目闪过一丝寒芒 他等了两个多月 始终没有把握 破除了封印后 面对那想象不到的后招 但他却想到了一个 一劳永逸的方法 那就是杀了王林 杀了他 一切封印全破 浮风子眼中杀鸡一闪 身子漠然疑惑 在王林感悟到那股力量的瞬间 直奔前方而去 但就在他的身子 踏入实力范围的刹那 浮风子却身面色大变 好似看到了此生不敢置信的一幕 眼中瞳孔内 露出从未有过的恐惧与震撼 这 这是什么 映入浮风子眼前的 是一幕火红骄羊 那骄羊一片赤色 在其下方 则是怒浪滔天 这一瞬间 浮风子 有种错觉 仿若自己的肉身 已经消散 化作无尽的夜空 而他 则是在那骄羊 从海面升起的刹那 有一种仿若 被撕裂的剧痛 从身体每一处位置 疯狂地传来 更是连他的元神 都被包裹在内 那种剧痛 使他这一生 从未有过 好似身子 被不断地撕成碎片 一种强烈的生死危机 在瞬间 涌现浮风子心身 他眼露骇然 双臂伸开 大喝一声 顿时一股 直冲云霄的天地原力 从其身体内 疯狂地散出 化作一场风暴 想要试图抵抗 这股让他几乎 魂飞魄散 的残业之力 这是 他体内的元力 刚一散出 立刻就如同 黎明破晓的黑夜一样 被那焦阳外散出的 无尽阳光 在蓬蓬之声下 直接穿透 那风暴轰的一声 四风五裂 如同被撕碎 向着四周倒卷而回 只是片刻 就全部消散 半点不留 这 这不可能 浮风子 面色苍白 没有任何血色 此刻的他 全身 那无法形容的疼痛 疯狂地传来 使得他蹊跷流血 更是一口鲜血 从嘴里喷出 身子想要后退 但却恐惧地发现了 这天地之大 无论自己怎么退 都好似在那 焦阳面前 半点未动一般 拼了 拼了 浮风子右手 掐掘 向前一指 静涅修为 在这一刹那 疯狂地爆出 独属于静涅修士地 直接摄取 天地原力的神通 在浮风子 右手伸出的刹那 立刻运转开来 只见一道道 天地原力 从无形中 幻化而出 如同一条条游龙 怒吼着 向浮风子凝聚 几乎刹那 就在其右手之前 形成了一个 拳头大小的 原力球 此球尽管不大 可其内蕴含的 毁灭之力 却不是任何一个 亏念修士 可以抵抗 在这天地原力球 出现的瞬间 立刻 这水灵星 天地色变 大地颤抖 沉道三子 面色一变 纷纷不得不后退 大头等人 均都是如此 在静涅修士 大神通面前 他们根本 就不敢 太过靠近 浮风子 一头乱发披散 整个人 因为生死危机 以及那魂飞 魄散的惊骇 已然到了 困兽的程度 他已经不求 能杀亡灵 而是在这 让他一直到现在 都觉得无法置信的 神通下 如何保住心 这 这到底是什么神通 居然蕴含了一股 无法想象的 天地规则 这种神通 根本就不是 静涅修士 可以拥有的 浮风子大吼一声 劈头散发 右手指尖 袁立球向前猛的一推 这袁立球啊 顿时如同闪电 直奔前方的 焦阳而去 我又破了这焦阳 我才可以保命 浮风子心惊 胆寒 直勾勾地望着那 急速前行的 袁立球 那袁立球 速度极快 转眼间 就直奔 焦阳而去 但 就在其临近的刹那 从焦阳内 爆发出的 无尽之力 轰然而出 与其 毫无保留的撞击 但听 轰轰轰的 惊天巨响 在一瞬间 挥荡天地 甚至就连水灵星外的星空中 都回荡着 疯狂的声响 水灵星上 更是在大地 咔咔声响 裂开大片 袁立球 崩溃 浮风子惨笑一声 再次喷出一大口鲜血 他的身体 此刻更是传来撕裂之声 却是有无数伤口 刹那间弥漫 瞬间就把衣衫 全部禁食 真正无法形容的痛 若非浮风子 修道多年 有着惊人的坚异 否则的话 立刻就会痛恨而出 此刻的他 那种自己化作黑夜 在黎明破晓前 骄阳抬头的瞬间 被骄阳 撕成碎片的感觉 越来越明显 甚至到了最后 他依然分不清 这一幕 到底是幻觉 还是真实 不仅是身体 出现了大量的伤口 就连让体内的元神 此刻也是伤痕累累 一股巨大的撕扯感 弥漫全身 就仿佛是有无数人 在拽他的身体 想要把他的全身 四分五裂 元神 同样有这种感觉 恍惚中 他看到那骄阳 最终从海面内升起 骄阳内 隐约有一个身影 这身影似乎随着骄阳升空 而越加的清晰 王林 在那骄阳内之人 正是王林 在这一刹那 王林就是那骄阳 阵阵金光 从他身体内散出 由于这些金光太浓 刺目之下 使得外人 根本就无法真切地看到 其内真正的身影 骄阳下的海面 此刻也在波光之中 隐约露出那绝顶之风 这一切 在浮风子眼中显露 使得他眼中露出浓浓的恐惧 那哪里是什么骄阳啊 分明就是王林 那升起骄阳的海面 更是不存在 而是绝风之顶 但 那使得浮风子全身撕裂的感觉 却是提醒着他 撕裂夜空的天地之力 真实地存在 浮风子挣扎得大吼一声 忍着剧痛一拍储戴 只是在储戴打开的瞬间 他的右臂 砰得一声崩溃 化作血肉 碎末 消散 从他的储戴 立刻便有大量的法宝飞出 试图阻止这撕碎身体的奇异之力 但这些法宝刚一出现了 便立刻脆弱的不堪一击 在喷喷之声下 全部爆开 浮风子眼中一片血红 在这九死一生的危机下 他原本已经恢复的肉扇身子 疯狂地收缩起来 竟然在瞬息间 再次变成了皮包骨的样子 随着收缩 一块屹立在天地之间的黑色石碑 刹那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石碑之上 有若干符文印记 更是在旗上 攀着一条黑色的巨蟒 这巨蟒头上有脚 俨然已经快要成为了真龙 随着浮风子一声嘀吼 那巨蟒张开大口 带着腥风直蹦王林扑去 与此同时 那黑色的石碑啊 同样一斜 好似倒下一般 向着王林直接压下 那石碑太大 这一倒立刻就遮盖了天空 仿若是天塌一样 王林盘膝坐在那绝风之顶 自始至终啊 他的身体都没有半点挪动 只是安静地坐着 淡淡地望了浮风子一眼 抬起右手向前一挥 口中轻声道 残业 在残业这两个字啊 从王林口中传出的刹那 天地立刻轰隆一声 王林的身体化作骄阳 身下山峰化作大海 骄阳从海面彻底的升起 一股撕碎黑夜的力量 疯狂地爆发而出 化作无尽万丈阳光 向着四周疯狂地哼扫而去 海日生残野 黑夜崩溃被生生撕碎 化作一片残 巨蟒惨痛挣扎中啊 身子被撕成碎片 石碑轰轰轰声之下 全部碎裂化作无数碎石 一一崩溃 浮风子喉喷出大口鲜血 身子上默然间出现了更多的伤口 几乎全身各个位置 在没有一处完整 但却没有继续崩溃 而是被一股大力一冲 直接倒卷而回 砰的一声啊 摔在了大地上 掀起大片尘土 黑夜不再 一切全部消失 天地再次恢复了原状 仿若之前的一切都不曾发生 沉道三子 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头皮发麻 心底露出骇人 即便是师尊 怕是也施展不出这种神通 这 这就是他感悟了两个多月 而出的神通 太可怕了 这神通 若是施展在了我的身上 等待我的下场 只有是心神俱灭 那浮风子 身为净孽修士 在这神通下都要败退 若非是这位王前辈没有杀心 怕是这浮风子 绝难逃过刺激啊 三人相互看了看 都看出对方眼中的恐惧 大头倒吸口气啊 蒸蒸地望着山峰上 神色没有半点变化的王林 内心一片复杂 我与他的距离 越来越远了 这一次联盟之行 对他来说 就是一场修为的质变 雷吉眼中露出狂热 难难道 主子越强 我雷吉收回巨魔星的把握 就越大 唯独这塔山那 神色如常 始终一片冷漠 四周一片安静 在这压抑的气氛下 没有人敢说话 王林默默地望着天空的娇阳 眼中露出明亮之芒 他站起身子 向前随意一迈 直接就来到了浮风子面前 右手虚空 抓住浮风子的头发 直奔前方而去 临走前呢 他向着陈道三子 略一点头 便一晃之下 消失了 两个多月的等待 终于等到了那一刹那 在那一刻 我好似进入到了一周 与当初妖灵之地 古妖贝罗 那奇异空间 极为相似的境界内 但 也只是相似而已 与那一刹那相比 古妖贝罗的奇异空间 实在是微不足道 王林沉吟中 身子出现在了居住的宫殿外 走了进去 刚才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 在那种境界下 虽说只是一刹那 但却让我明误了 日出撕碎天地的残业之力 这神通 也算是我王林此生自创的 第一个神通之术了 王林顺手 把扶风子扔在一旁 喊息坐在紫玉扑团上 沉默起来 他脑中不断地回放之前的一幕 渐渐地把那种残业之力的感觉 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宫殿内的扶风子 此刻挣扎着坐了起来 神色复杂地望着王林 此刻的他呀 干受如骨 整个人看起来 仿若一具骷髅 许久之后 他沙哑地说道 你 你刚才施展的 可是自创神通 扶风子的内心并不确定 刚才那让他几乎魂飞魄散的神通 是否是王林自创 他只是隐约有种感觉 那神通之强是他生平罕见 之所以有了对方自创神通的念头 是因为 以他这无数年的修炼 以其敬念初期的修为 回忆之下 感受到在之前那神通中 透出一股声色之感 这种声色 并非是施展者不熟悉造成 而是这神通本身传出 就仿若是一块 刚刚从浴室内打磨出来的美玉 虽说已然荧光四溢 但触摸起来 还是略有粗糙 不够圆认 如此 才有了扶风子 犹豫了许久后 沙哑的话语 王林平静地看了扶风子一眼 略一点头 他这一点头啊 带给扶风子的 则是一场心灵的风暴 横扫而过 脑中嗡的一声啊 扶风子呆呆地望着王林 半赏说不出话来 八百八十八级 最强一刻 自创神通啊 这绝非寻常人可以做的 最起码 以扶风子的阅历 他只听闻过一些 修为达到了碎孽的老怪 才有那个资格 自创神通 创造出那种 独属于自身的神通之术 基本上啊 凡是自创而出的神通 其威力都是庞大到 难以想象 自创 扶风子一脸苦涩 他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这个王林 竟然真的 创出了自身神通 且威力啊 一想到刚才 那种身体被撕裂的感觉 扶风子便面色苍白起来 直到此刻 他身体上的伤口 还在传来阵阵刺痛 尤其是右臂 此刻已经崩溃 扶风子明白 若非是对方不想杀自己 刚才在那自创神通下 自己就已然崩溃了 扶风子心中念头百转时啊 王林也在沉引 这残野之力 给他带来的冲击 丝毫不比扶风子小 甚至更多 我的实际修为 只是窥孽中期的巅峰 距离窥孽后期还有一波 距离窥孽圆满 更是遥远 比之静孽 相差太多 只是 为何差了这么多 施展着残野之力 竟然可以轻而易举地 将这扶风子重上 王林沉默中 不断地在思索这个问题 沉吟中 王林抬起右手 目露奇异之盲 记在心中 那种残野之力的感觉 再次弥漫 顿时一道金芒 瞬间弥漫他右手之上 一眼看去 那金芒刺目 如同焦羊 扶风子内心大害 下意识地忍着剧痛 起身退后几步 却是没有看到 此刻的王林 眉头略微皱了一下 王林右手一晃 金芒消散 扶风子暗叹了 深色露出恭敬 说道 王道友饶命之恩 扶风子警戒 此事使我鲁莽在先 妄图存在一丝侥幸 有必毁掉 也让我看清了一切 王道友放心 我扶风子 你倒机起事 绝不会再有第二次 他之前第一次 败在王林手中 虽说妥协 但内心却是一直有反感 原本的打算 是在妖灵之地发难 但现在 见识了禅夜之力 知晓了王林自创神通后 这番话语 却是发自飞幅 从心里绝了念头 只想从妖灵之地出来后 可以换回自由之身 至于这神通 是否真的 如王林所说是自创 扶风子并没有去深究 以他的阅历与修为 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他认为啊 王林所说有八成是真的 不过到底是真是假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这神通的威力 把他彻底地震住 绝了念头后啊 扶风子内心也松了口气 索性不再去想其他 况且两次不杀之恩 也让扶风子明白 事不过三 王林平淡地扫了扶风子一眼 双方都是明白势力之人 有些事情不必警告 与过多言辞 点了点头 便把此事接过 王道友 以我对天允星 这些老怪的了解 妖灵之地的再次开启 应该不远了 短则数月 长则半年 定会打开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此番 我有伤在身 需要闭关 恢复至巅峰 就不打扰了 有了真心 祝王林的想法后啊 扶风子也渐渐考虑起 妖灵之地的事情 告辞了王林 扶风子离去 回到宫殿内 立刻开始了打坐土呢 扶风子离去后啊 王林眉头皱起 望着自己的右手 沉默片刻后 立即又一次施展了参业之力 顿时啊 其右手之上 立刻又有金光环绕 在这金光出现的刹那 王林体内的原力 就如同脱缰的野马 几乎不受控制地 向着右手凝聚 王林目光一闪 右手一晃 立刻金光消散 体内原力 这才慢慢地收回 但仅仅这么一会儿 就已经消耗了一成多 可刚才一样 都是刚一施展此数 体内原力 便立刻击齿而去 以我体内的原力 想要真正把这 残业之力施展 根本就不够 可为何在那山峰之顶 我却可以不需要 消耗丝毫原力 就能施展出 那极为惊人的残业之力呢 莫非 王林猛地抬头 目中闪烁 似有所悟 转眼间呢 白天过去 黑夜再次来临 王林始终盘膝 坐在宫殿内 沉吟不断 一直到深夜流逝 第二天黎明前的一席 王林目光一闪 站起身子 向前一步迈出 他身子顿时消失 出现时啊 再次来到了 感悟两个多月的 绝风之顶 海风吹来 带着阵阵寒夜 落在王林的身上 但这一切 引起不了王林 半点的注意 他目露金光 盯着远处海面上 那缓缓升起的出阳 深吸口气 王林抬起右手 感悟出的残业之力 再一次涌现全身 最终全部流向右手 在这一刹那 王林的右手 顿时便有阵阵 金芒闪烁 他体内原力 没有半点消耗 而是在右手抬起 心念一动间 王林立刻就发现 竟然从那 渐渐升起的出阳内 瞬息中便有 无尽的天地之力 凝聚而来 融入右手之上 使得右手金光 顿时万丈 随着更多的天地原力 从那出阳内涌现 全部融入王林右手 渐渐的 王林右手金光 越来越浓 最终顺着其右手蔓延 竟然延伸 王林全身 此刻的王林呢 全身散发无尽金光 弥漫之下 立刻就如同一个骄阳 片刻后 竟然把那真正的 骄阳取代 成为了这天地间的 出海之阳 王林双目露出明目 心念一松 立刻身体外的金光 缓缓消散 直至彻底的 黯淡消失 果然是这样 这种威力惊人的 自创神童 以我的眼里 不够实战 唯有在日出的一刹那 借着天地之力 才可以使用 王林沉默许久 略移摇头 身子向前一脉 消失在了原地 虽说有了限制 但若是在日出一刻 与我交战 配合第三目神童 与射神车 想必即便是碎孽初起 我应该也有一拼之力 黎明破晓 日出一刻 便是我王林 最强之时 王林回到宫殿内 眼中露出寒芒 喃喃自语道 不算福疯子 不知道谁 将会第一个 遇到我日出 最强之时 王林盘膝而坐 双手掐绝 立刻一道道静置 浮现而出 弥漫着整个宫殿内 片刻之后 他更是右手一点眉心 顿时 心晋之术弥漫 一条条黑线飞出 化作静置 落在四周 随着大量的静置 弥漫在四周 这宫殿内 已然被彻底的封印 做完这些 王林还是有些不放心 一拍楚代 顿时手中 出现了一个罗盘 这罗盘呢 正是破灭尽传人 独有之物 冲着罗盘 吹出一口元气 立刻 那罗盘上的指针 迅速旋转起来 漠然间 罗盘自动飞起 竟然不断地扩大 只是瞬息 就变成十丈大小 盘旋在了王林上空 在王林起身间 罗盘下沉 落在了地面上 王林身子坐下 盘膝坐在了 罗盘中心 应该够了 王林一拍楚代 立刻那银衣练尸 在荧光一闪下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望着此时啊 王林吐那片刻 右手漠然间 抬起迅速 在这女尸眉心 狠狠的一点 在这一刹那 女尸猛地 睁开双目 露出冰冷之盲 直勾勾地 盯着王林 更是在其眉心之上啊 立刻便有一个 急速旋转的 漩涡浮现 把王林的手指 阻止在了一寸外 女尸眼中露出凶光啊 身子急迟后退 但就在她后退的刹那 立刻 地面上的罗盘 发出污液之声 旋转之下 阵阵静置 迅速闪烁而出 竟然在瞬间呢 就与这宫殿内 所有禁制 相互连接 密不可奔 无论这女尸啊 从什么地方离开 都会碰到禁制 只要碰到一个禁制 那相当于 便是同时 开启了全部禁制 女尸眼中 胸光一闪 竟然有了灵动之色 后退之速一顿呢 身影化作一片荧光 直奔 往灵而去 这女尸身受重伤 修为虽说跌落 但那胸眼呢 却是没有少半点 反而更浓 此刻一冲之下 就来到王林身前 右手狠狠地一抓 王林神色始终平静 在这女尸抓来的刹那 其右目 清光一闪 立刻爆出 那女尸右手 立刻就碰到了清光上 惨叫一声啊 这女尸立刻倒退 虽说倒退啊 但其身子却是极为轻盈 竟然没有碰到一个禁止 最终 听在了王林树杖外 灵动的目光盯着王林 张开口露出牙齿 发出嘀吼 这女尸本就名言动人 此刻这番动作 不但没有给人任何危机 反而因为这女尸的两颗虎牙 隐约有了一丝如猫般的异样之感 其琵琶鼓与捧鼓之声的铁链 更是退后中发出碰撞之声 回荡宫殿内 王林目光平静 右手掐掘 一指伸下罗盘 立刻那罗盘 默然一转 顿时 这宫殿内所有禁止 在这一刹那 全部爆发 直奔 女尸而至 那女尸口中传出一声尖笑 其一声刺耳 更是具备了强大的冲击力 顿时啊 便有大量的禁止 轰然崩溃 这女尸眼中露出焦急 立刻就后退 王林右目 清光再闪 这一次 却是那清光盾 欢欢而出 瞬间就阻拦在了女尸身后 清光一闪下 便有一股大力反针 使得那女尸连连后退 随着王林右手一指 立刻四周的禁止 快速凝聚 弥漫女尸全身 女尸奸笑忠啊 琵琶骨上的铁链 立刻晃动 顿时便有大片的黑雾 瞬间弥漫 包裹全身之下 这女尸张口 便有一把红色的剪刀飞出 向着上方狠狠的一剪 只听轰的一声啊 随着剪刀的一剪 那阻拦在女尸上方的 所有禁止 更是刹那间崩溃 女尸不假思索 整个人在黑雾缭绕间 一冲而出 直奔上方冲去 眼看就要冲破这宫殿逃顿 王林神色冷漠 心神一动下 身体外顿时便有骨神大顶 幻化而出 往位 随着王林平淡的声音回荡 顿时啊 那女尸全身闪烁光芒 在其就要碰到宫殿顶部的刹那 其身子立刻一颤 身影漠然间消失 与盘西坐在罗盘中心的王林颠倒换位 刹那间呢 王林出现在了半空之前 女尸所在之处 而那女尸啊 则是站在了罗盘中心 就在这一瞬间啊 罗盘疯狂地旋转起来 无数禁止涌现 齐齐凝聚女尸 四周的禁止更是来临 包括四周 那女尸一时不差 再加上本就重伤 修为跌落 此刻啊 身子一颤之下 立刻就被大量的禁止弥漫 尤其是其双脚 仿若被这罗盘给吸住了一样 在无数禁止的封印下 却是无法一动半点 挣扎中 这女尸不断地尖叫强 声音刺啊 向着四周传出 王林身子落下 盯着那挣扎的女尸 神色冷漠中 右手抬起 向前狠狠一抓 立刻这女尸琵琶鼓上的铁链 立刻轰的一声 被王林生生拽了出来 八百八十九集 抢人 女尸身子聚阵 尖叫之声啊 立刻虚弱 神色露出萎靡 灵动的双眼望着王林 透出深深的黑暗 那铁链被拽出后啊 立刻化作一条黑蛇 张开毒牙 狠狠地向着王林右臂咬下 王林根本就不躲闪 任凭那黑蛇咬下 只听砰的一声啊 那黑蛇咬在王林手臂上 毒牙立刻崩溃 却是没有伤到王林手臂半点 王族五星骨神的肉身 岂能是这种 小小幻化而出的黑蛇 可以破开的 王林右手一捏 顿时这黑蛇全身一颤 直接碎化 化作一地的铁链碎块 他没有停顿 再次右手虚空一撞 这一次 那女尸一声惨叫 彭鼓之声的铁链 被王林抽出 一捏之下 便把铁链捏碎 这女尸身子一晃了 半坐在了地上 王林张口便是一道原神之气 罗盘弥漫 他盘膝坐在一旁 双手掐绝之下 向前一点 立刻 这罗盘缓缓地转动 近日 渐渐融入着女尸体内 先帝清灵玉剑内 曾有一树 名为石卫 是把与其作对之人杀死之后 配合多种材料 量化成一种没有任何痛楚 随时可以崩溃 护主的歹毒之事 我虽说找不到那些 至今已经灭绝的材料 练不出石卫 但却可以施展一下 那控制石卫的手段 王林闭上双眼 双手在身前 不断变换印记 食而打出 融入那女尸体内 时间缓缓过去 日出日落中 便是大半个月 王林在这水灵星 转眼间 已经居住了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内 他除了在 绝风之顶感悟 便是在宫殿内 炼化女尸 炼化女尸的过程 很是复杂 更是需要专心一意 如此一来 王林几乎足不出户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打出印诀 此刻 在他居住的宫殿内 那十丈罗盘 还在旋转 骑上的女尸 盘膝而坐 全身上下 散发出阵阵荧光 尤其是在眉心之上 更有一个印记闪烁 她神色平和 之前的怨恨 已然消失得 无影无踪 此刻的女尸啊 若是有外人看到 绝难想象其 真正的身份 无论怎么看 都是一个 美貌的女修 王林在这水灵星 修炼之时啊 天蕴星上 发生了一件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事情 一个名为司徒男的大神通修士 在天蕴星上扬名而起 成为了红粉宫的公主 只不过这名声啊 有些不好听罢了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呢 天蕴星上几乎所有中小门派内的女弟子 竟然纷纷受到此人的骚扰 所幸此人呢 并非用强 只是以其敬念修为 打着传授仙术的幌子 更暗示 可以赠送提高修为的丹药 把不少女修聚集在一起 使得红粉宫 无限地壮大起来 整日里快乐无边 若是外出啊 则是浩浩荡荡 数千女修 环绕其身边 使得这司徒男 贪色之名传了开来 不过此人呢 倒也守信 凡是因为他 进入红粉宫的女修 全部赠送丹药 传授仙术 若是其师门追究 这司徒男呢 便会立刻理直气壮地冲去 找人理论一番 最终的结果 往往都是那些宗派 不得不笑脸相迎 毕竟 这司徒男的修为啊 是敬念修士 如此一来 这红粉宫内的女修 越来越多 司徒之名 也算名震天运 也不知从哪里听闻的 说那陈道三子 有两个女弟子 堪称角色 更有一人 是天生水灵根 另外一人 冷艳之急 这司徒男心里 立刻痒痒起来 琢磨半天 立刻带着红粉宫内 大量女修 走出天运行 在有人带路之下 直奔 水灵星而去 一行人浩浩荡荡 全部清一色 都是女修 一个个身穿粉红衣裙 在他们中间呢 则是一个 长约数十丈的 巨大白玉床 司徒男斜靠在上面 身边环绕大量女修 神色极为快乐 在四周啊 更有数百女修陪伴 向着水灵星而去 在司徒男前方 则是站着一个 身穿蓝衣的中年男子 这男子相貌英俊 目光隐显 此刻弯腰鳄鱼道 司徒前辈 晚辈保证 那水灵星的两个女修 都是国色天香之人 尤其是那赵雪 更是美貌惊人哪 还有那叫做灵儿的女修 天生水灵干 可是上好的鹿顶啊 司徒男享受着身边 若干女修的伺候 哈哈一笑 点头道 嘿嘿嘿 好 若是真如你所说 到时候 老子少不了你的那份赏赐 呃 丹药 先说 到时任你选 那中年男子 眼中露出喜色 连忙道谢 又说了不少好话 听得司徒男是哈哈大笑 这中年男子内心冷笑啊 按道 哼 赵雪 让你再清高 这一次司徒前辈亲自去 我都要看看 你是从还是不从 还有那灵儿 这一次 你也跑不了 司徒男目光啊 在这中年男子身上一扫 尽管神色开怀 但内心里 对于此人的念头 却是心知肚明 以他的心机啊 一眼就看出 这男子 定是与那水灵星的 两个女修 有仇气 不过 这一切 他司徒男才不会理会呢 嗯 水灵根很不错 哎呀 我那兄弟是块木头 估计这些年来 也没什么女人 若是这俩丫头不错 老子即便是抢 也要抢来当做见面礼 哎呀 水灵根哪 嗯 不错不错 司徒男黑黑一笑 他内心也有些惆怅 在天运星这几个月 他寻找汪陵 可却没有任何线索 天运宗 他有心去探索 但是在整个天运宗内 却是有一股 极为庞大的气息弥漫 好似被封锁了一般 以司徒男的修为啊 想要进去 有些困难 这一现象 使得天运星的修饰 大为差异 但却想不明白 其中的端倪 没有人知道 这是天运子 闭关前下的一道命令 封闭天运宗 开启护山大阵 所幸啊 天运宗的弟子太多 还有不少在外面 其中有几个女修啊 更是被司徒男 拐到了红粉宫游晚 询问之下 知晓了当年 王林在妖灵之地的 种种传闻 这些传闻啊 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在这之前呢 司徒男也曾从天运星之人 口中听过 此刻 相互印证之下 却是让他极为吃惊 但很快 就是哈哈大笑 内心暗道 嘿嘿 这才是老子的兄弟 要做就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嘛 询问之下 司徒男更是知道 数月前呢 王林回归天运星 司徒男沉吟后 分析了前后之事 他认为王林既然敢回来 那就是有恃无恐 如此说来 安全上没有问题 只是他很奇怪啊 王林到底凭着什么 有恃无恐 莫非这小子 修为暴增了 司徒男想了很久啊 也没想出个所以人来 但他通过了解与分析 却是知道 这一次王林回来的目的啊 一定是那妖灵之地 所以 王林不会走远 在短时间内 定会出现 如此一来啊 司徒男也就不着急了 索性 痛痛快快地 玩乐一番 也算把在凤鸾星的郁闷 驱散了一些 这一日啊 在那中年男子的带路下 司徒男被数百女修环绕 远远地看到了水灵星 嘿嘿嘿 还是老子够道义 专门为小林子 宣世界来了 哎呀 他若是知道了 不知会是什么表情呢 嘿嘿嘿 望着水灵星啊 司徒男是哈哈大笑 他这突然一笑啊 立刻让四周 所有女修 包括那中年男子 都误认为了 是银笑 望着不远处 那一片蔚蓝色的修真心 司徒男神识 漠然散开 横扫而去 其神识啊 就如同一场风暴 疯狂地 临近水灵星 在其上 顿时呼啸 惊念初期的修为 使得司徒男神识极为犀利 再加上其近乎魔道的狂傲意境 使得神识内 也蕴含了一种翻天覆地 无所畏惧的灵力 此刻横扫之下 整个水灵星 漠然一颤 仿若有一双大手 在旗内拨弄 大地 传出轰隆之声 就连天空 也在这一刹那 风起云涌 为之色变 陈道三子 原本正在打坐 此时猛地睁开双眼 目中露出阴沉 三人几乎同时 身子疑惑 消失在了闭关之处 出现时 已然在了半空中 这时 这神识太强 三人刚一出现了 便立刻一个个倒退数百张 不得不施展权力抵抗 这才勉强张了 还有大头与雷吉二人 也立刻感受到了 这股庞大的神识弥漫 雷吉修为不够 在这神识一扫下 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面色苍白起来 但却没有丝毫的胆怯 而是透出一股阴沉 大头一晃之下 忍着神识弥漫 带给自己的冲击 出现在了亡灵闭关之处 与塔山一同盯着天空 为亡灵护防 至于其他的小辈修师 此刻一个个纷纷面无血色 轻者一口鲜血涌出 重者立刻昏迷过去 只有不多的如赵雪 零二几人 由陈道三子送出的法宝护身 才可勉强承受 那极为霸道的神识弥漫 更是从亡灵所在的宫殿扫过 只是此刻的亡灵 正在祭练女尸 经过这些时日的恋化 已然到了最为关键的一刻 此时的亡灵 心神与女尸几乎全部连接 如此一来 除非是修为高出她太多 否则的话 单以神识查看 只会感受到女尸的存在 毕竟这女尸的修为 也达到了静孽初期的程度 那神识略一停顿 便横扫而过 远处宫殿内 浮风子双目露出金光 眉头皱起 在那神识横扫而来的瞬间 双眼顿时起了幽光 左手掐绝向前一指 立刻那神识成漩涡一扫 传出一声神念的成效 直接收回 老子今天心情不错 那给你们个机会 把那水灵根的女子 还有那个叫赵学的小妞 给老子送出来 否则的话 凭你们两个半死不活的 静孽修士 老子还真没放在眼里 粗犷的声音 回荡水灵星天地 化作轰隆隆的雷鸣 向着四周不断地回荡 转眼间就传至水灵星 任何一处位置 这声音那样 隐含了神通 更是有司徒男 静孽初期的修为在内 如此一来 仅仅是一句话 便立刻使得陈道三子 喷出鲜血 再次后退 一臣子面色争鸣 大喝道 海护星大阵 此言一出 他立刻一拍储物袋 顿时就有一块黑色令牌飞出 与此同时 一星子与一龙子 也是没有二话 面色苍白中 迅速从储物袋内 各自拿出一块黑色令牌 三人几乎同时把令牌记起 顿时其中一个令牌 轰得一声崩溃 化作一道黑色的波纹 莫然间向着四周疯狂地扩散 几乎刹那 就把整个水灵星弥漫 包裹在内 这第一个令牌刚刚崩溃 其余两个令牌 也随之随裂 两道黑色波纹 同时向着四周推散 瞬息间 整个水灵星外 就有了三层 如波光流动般的黑色光照 把水灵星守护得极为严密 一臣子面色苍白 他没有把握 这三道光层可以抵抗对方 但他却没有任何慌乱 内心冷笑道 哼 有王兄在我水灵星内 我倒要看看 谁敢弃上门来 哼哼 哟哼 水灵星外的司徒男呢 看到那三道光层 立刻大笑起来 目光闪烁寒光 这水灵星上 有两个净孽初期修士 这一点 他刚才身识扫过时 已经察觉 八百九十几 重逢一 别说这两个净孽修士 已经受伤 即便是没有受伤 司徒男也不畏惧 他带着长啸 直接一晃之下 就消失在了 那被隐隐缺缺 环绕的大床上 出现时 已然在了水灵星外 嘿嘿嘿 反抗才好呢 越是反抗 老子就越兴奋 他奶奶的 这一次 老子是给我兄弟 找士切卢顶 可不是为了自己 老子是站在 刀意的一方的 嘿嘿嘿 司徒男大笑中 临近水灵星 双目露出奇异之芒 右手食指 默然间向前一点 几面 在司徒男的右手之上 立刻便出现了 一团漩涡 这漩涡疯狂的旋转 更有阴暴之声 轰隆而起 星空中 单见无数天地之力 迅猛的凝聚而来 转眼间 就融入那漩涡内 使得这漩涡 转速更快 到了最后 以肉眼看去 已然是一动不动 但实际上 其内的转速 却是达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程度 老子上次闭关 专门对寂灭 化魔 黄泉三指 进行了调整 除此之外 更是把后三指 也一同改善 去去护星大阵 鼠息疾破 司徒男双目一闪 右手十指 向前狠狠地一指 顿时啊 那漩涡轰的一声 以极快的速度 迅速向着 水灵星的大阵而去 几乎刹那间 便临近 直接撞击在了 第一层黑光之上 只听轰的一声 惊天巨响回荡 在漩涡与黑光碰撞之处 顿有风暴冲击而起 向着四周 疯狂地推开 司徒男身子 纹丝未动 但他身后不远处 内心女修 则是一个个 不得不退后 反观那第一道黑光 此刻 剧烈地闪烁之下 漠然间 砰的一声 崩溃了 更有无尽风暴道卷 全部落在了第二层黑光上 就在这一刹那 司徒男右手 布甲思索 再次一指 喝道 一指天地 击灭全坤 这一指之下 一个更为庞大的漩涡 轰然间出现 四周星空中的天地之力 在瞬息间疯狂地凝聚而来 好似那漩涡 成为了一个黑洞 可以把星空内的一切力量 全部吸收 刹那间 那漩涡 已然变成了十张大小 急速旋转中 在里面甚至还有一道道 浮行电光闪烁 发出砰砰之声 司徒男双目内 又奇异之盲 一闪而过 口中喝道 寂灭变 此言一出 那十张漩涡内 立刻砰砰之声 达到了巅峰 甚至那弧形电光 瞬息间 就有了剧烈的变化 这还是其次 最主要的是 那漩涡内 蕴含的天地之力 竟然在这一瞬间 出现了惊人的变化 净孽修士 可以吸收天地原力 于神通之中 但也仅仅是吸收罢了 吸收过来后 凝聚一起 以此进攻 威力自然远远超过了 窥孽修士 但 这种施展天地原力的方法 可以说是最低级的手段 说起来很简单 只有两个字 一个是吸 一个是凝 但若是对于规则明物透彻 便可以在这两个字之上 再加上一个变 所谓变 实际上就是一个质变的含义 把那吸收而来 凝聚在一起的磅礴天地原力 在不断地压缩压缩 再压缩之后 形成一股被碎孽修士 称之为规则之力的奇异力量 实际上 王林自创的残业神通 就是属于这种规则之力的范畴 这种规则之力 极少会出现在净孽修士手中 更不用说窥尿 所以 扶封子才会震惊 司徒男一声大喝响 他前方的十丈漩涡 随着其内天地之力的压缩 急速地缩小 最终化作巴掌大响 一闪之下 直奔前方 护心大阵而去 给老子扑 司徒男身子向前一迈 随着那漩涡 向前直接走去 那漩涡速度太快 只是瞬间就临近 那第二层黑光啊 刚一碰到这漩涡 立刻就剧烈地闪烁起来 片刻间 竟然随着漩涡的转动 产生了扭曲 没有任何阻碍的 直接在不断地扭曲中 生生地被那漩涡吸收吞噬 漩涡没有停顿 直接落在了最后一层黑光上 再碰到最后一层黑光的刹那 这黑光顿时一震 轰然间崩溃了 三层护心大阵 就此瓦解 漩涡直奔水灵星而去 司徒南在后 狂笑中极为嚣张地喝道 老子今日为我兄弟找世界 谁敢阻止 老子就灭谁 在司徒南与那漩涡出现在水灵星上空的刹那 陈道三子纷纷喷出鲜血 护山大阵与他三人心神相连 此刻不得不再次后退 在司徒南身后 红粉宫众女修啊 迅速飞来 弥漫天空 阵阵香气散开 闻之倒也会有罪 在司徒南身后 那带路的中年男子 神色激动 恶狠狠地盯着陈道三子 内心吼道 你们三个老东西 也有今天 一臣子神色阴沉 盯着来临的司徒南低喝道 道友修为惊人 想必不是无名之辈 司徒南眼睛一瞪 大笑道 嘿嘿嘿 老子叫司徒南 司徒道友如此修为 何必为难我三人呢 况且灵儿与赵雪只是晚辈 还请道友放过 此事我陈道三子 定会厚礼赔罪 司徒南看了陈道三子一 腰头道 老子女人不少 卢顶也多 不会稀罕你所说的两个晚辈 只是老子的兄弟看年轻啊 我算是啊 到现在也就是一千几百年 还是很年轻的嘛 放心 我那兄弟啊 一表人才 你所说的那两个女兄小辈 我兄弟还不一定看得上呢 别废话了 再啰嗦 老子直接把你们干掉 呛人就走 这位前辈 赵雪可以与你走 但请放过我师妹 远处天空中啊 两道长红 鸡翅而来 化作两个女子 其中一人 正是那赵雪 在她旁边呢 则是一脸平静 不起半点波澜的灵 司徒南眯起眼睛 扫了赵雪一眼 内心暗赞了 心道 传言果然没错 这个叫赵雪的丫头啊 冷艳绝美 是块做士气的好材料 她又看了眼赵雪旁边的灵儿 这一眼之下 顿时目露奇光 果然是水灵根啊 那赵雪自始至终啊 看都不看司徒南 身边的那中年男子 冷傲的神色 显露无遗 对于赵雪的话 司徒南根本就懒得理会 大羞一甩 立刻便有一阵怪风呼啸 瞬间就把赵雪与灵儿卷起 狂傲道 人 老子带走了 说着 他身子向后一晃 就要准备离开 臣道三子双目通红啊 尤其是那一臣子 他的心 此刻仿若撕裂 灵儿在他看来 虽说是自己隔代晚辈 但却被他看成了 是自己的女儿一般 眼前的一幕 相当于是眼睁睁 看着恶徒 把自己女儿抢走 他咬牙之下 转身向着王林 所在的宫殿方向 抱拳一拜 声音透出悲愤 大声道 王兄 还请帮老夫一次 可惜的是 此刻的王林心神 完全沉浸在了炼尸之中 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 他神识 只停留在宫殿附近 以备万一 对于外界之事 即便是察觉到 也无法分析 司徒南原本要走 听闻王兄二字 不由得身子一阵 脚步顿了下 目露奇异之盲 喃喃自语道 姓王 你口中的王兄 叫什么名字 司徒南转身 看向一臣子 但话刚说完了 他便摇头 又道 哎 罢了 老夫一看就知 他话语尚在 人却一步之下 化作一道长虎 直奔王林 所在的宫殿 若是司徒南 不去王林那里 扶疯子 不会现身 他本就在疗伤 才不会为了 陈道三子出手 但眼下这司徒南 临近王林 所在的宫殿 扶疯子 犹豫了一下 却是不得不出手 修炼到他这种 境界的修饰 很多事情 都看得很开 但与王林的 几次接触 却是让扶疯子 内心很是感慨 对方两次不杀 虽说是为了 借自己之力 在妖灵有所收获 但这件事情 却是自己错在之前 也没什么好怨恨的 可若是眼下不出手 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扶疯子 目光一闪 放弃疗伤 一晃之下 直接 顿空而去 在司徒南 临近王林 所在宫殿 不足十里时 直接 现身而出 这位道友 既然人已经抢到 还是离去的好 扶疯子 面色平静 缓缓说道 司徒南 目光一宁 但神色 却是充满了不耐 喝道 就凭你 没受伤 还勉强 此刻受了伤 没资格阻挡老子 司徒南说着 右手抬起 不假思索 便是一指 一指黄泉 随着这一指而出 瞬息间 天地色变 一股浓郁至极的死气 在刹那间 弥漫天地 黄泉一指 在司徒南的改善后 已然具备了 相当的威力 借深入黄泉 取一线生机之力 使得那黄泉一指 在那浓郁死气 弥漫的正中心 包含了一线生机 如此一来 却是自成阴阳 化作灵力神通 形成一道 缭绕死气的指风 直奔扶风子而去 扶风子 左手掐掘 向前一拍 顿时 便有大量 天地元气 呼啸而来 在其身前 弥漫之下 与那黄泉之风 碰到一处 轰得一声 扶风子 身子一顿 退后竖掌 但那黄泉指风 却是半点未散 轰然间 在此追击而去 司徒男眼中露出不屑 口中低喝 黄泉 变 此言一出 顿时 那黄泉指风内 穿出剧烈的呼啸 急速收缩之下 竟然有一股 毁天灭地的气息 疯狂地散出 扶风子 面色大变 他自然看出了 这一指内的不凡 不假思索 再次后退 司徒男 没有去理会 扶风子 更是一步之下 直接临近 王林 所在宫殿 塔山 大头二人 刚要拦截 却在司徒男 大袖一甩尖 便有风暴 轰然而动 使得大头 急速倒退 塔山 则是身子一晃 竟然硬是挺住 他的肉身 毕竟是鲜味 挺住后 直接便是一拳 这一拳掀起阴暴 轰隆隆间 直奔司徒男而去 司徒男轻易一声 仔细看了塔山 右手向前一点 顿时 塔山身子颤抖中 轰然倒卷而退 嘿嘿嘿 有趣 一个净孽 一个亏孽 还有一个拥有 如此肉身的傀儡 能让他们如此 守护的王姓之人 老子倒要见一见 司徒男 常笑忠 一步 踏在了宫殿百章内 只是就在他刚刚踏入的瞬间 司徒男的表情立刻一睁 变得极为古怪起来 他张大了嘴 眼中露出不敢置信 毕竟神识探查 与本体亲自到来 所感受 是不一样的 司徒男正要说话 但立刻 这宫殿内却是出现了剧烈的呼啸之声 但见一道道禁制 从宫殿内疯狂地冲出 顿时就弥漫天地 直奔司徒男而来 呀哈 他奶奶的 司徒男正要后退 但这禁制实在太多 此刻弥漫之下 却是疯狂地凝聚而来 大有不封印 绝不罢休 只是